三小只每天要吃三百斤石头 而我必须跟着他们吃上两百斤 别看他们长得可可爱 一旦露出獠牙 就连和金蛋头也会被轻松咬碎 他们看起来毛茸茸的体毛更是刀枪不入 以我现在的实力连一只波波衣都对付不了 更别说一下来三只了 加上他们对同类的血腥味极为敏感 如果伤害他们其中之一 另外两只会毫不犹豫冲上来干的 所以想要逐一解决根本不可能 为了活下去我只能融入他们 他们干啥我就跟着干啥 而我之所以来到这危险的地方 只为了得到很多很多的钱 成为归来者无疑是来钱最快的方法 在七年前一座奇怪的塔凭空出现在这个世界 不定时有人类会被传送进塔中 后来只有少部分人回归 没人知道他们在里面经历了什么 因为那些归来者无论如何 都不会透露关于塔的任何信息 但这些回归者无疑不是社会上的相拨 他们拥有常人没有的魔力 为社会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简而言之一旦成为归来者 就会有知名企业花重金聘请你 我一个废人本没想掺和这件事 直到有天我听说孤儿院面临倒闭 老院长最多还能支撑三年 往昔在孤儿院的一幕幕在我脑海上 但就算我今有才每天打十份工 在这一千天时间也赚不到 孤儿院运营费的万分之一啊 要是我能成为归来者就好了 这想法刚出现 手机就连续出现提示音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手机被黑了 但还是好奇点开了收到的第一个文件 视频里出现的人竟然长得和我一样 他在视频里一路过关斩将 我好像没有拍过这种视频 突然出现的波波一让我眼前一亮 我记得之前有归来者口误提到过这种生物 直到我看到自己站在塔顶 是我才确定 这是未来的我攻略塔的视频 第一个视频显示的是两年后的今天 所以那天应该就是我被传送进塔里的时间 为了迎接那天的到来 我每天都有锻炼身体 还把视频里的信息都寄到脑中 如此一来想要通关简直易如反掌 到了进塔这天我还是不太肯定 只能祈祷传送门一定要出现的 孤儿院能否继续经营就看今天了 好在苦苦等待许久后传送门如约出现 我毫不犹豫踏入传送门 至于难度就选困难好了 这是一阵眩运感袭来 等我重新睁眼时 自己身处一个不大的矿洞 好在视频里也有见过这个矿洞 接着我打开系统页面 上面只显示观众人数和任务信息 这些观众是在塔里面的其他归来者 他们可以进入比自己层数低的直播间 并对其进行打赏 这样主播就会获得这里的交易获利 而那些观众也相当于投资 因为他们打赏的主播 每到达一定的层数 打赏的观众也能获得金币奖励 虽然不排除有些人 是实在无聊找找乐子 但这对我来说无关紧要 看到直播间进来人我就鞠躬 大哥您来了 那人立马打赏了我一金币 我力所地打开商店 他看到我这么机灵 再次给了我三金币 他询问我是想要马上把金币花出去吗 我表示还得观望一下 毕竟现在还不知道敌人是谁 我正确地决定立马得到他的关注 我当然要大声跟他道谢了 由于准备时间还有50分钟 他决定先去其他直播间溜一圈 我挥手跟他道别 大哥你可一定要回来哦 我之所以这般讨好 他完全是因为关注的机制 在这座塔中 每人只能关注一个人 想要关注其他人 就要取关之前的主播 而且如果达到10万关注度 就能获得特别奖励 不知不觉观众人数 已经来到两位数 这都得益于我选择了困难模式 不然新手是很难拨得眼球的 随着准备时间快要结束 直播间的聊天也热闹了许多 他们说的那个要出来了 其实我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 表面却假装很好奇 而他们也不能剧透 不然会被管理者赶出去 本来我以为那些归来者 是有意隐瞒的 看了视频才知道 这个塔中设有一个强大的管理者 归来者应该是受到了威胁 这才让塔里的信息 没有泄露出去 在我思索间时间 就剩下几十秒了 我对观众表示抱歉 接下来闯关时间 也许不能及时跟大家交流 而我这一举动得到了他们的好名 一开始关注我的大佬 也回到直播间了 时间归零 任务是消灭所有敌人 只见巨石旁边有三个传送阵转动的 传送门这么小 难道是狗头人 在我思索间六只奶兄的眼睛出现了 我当即呆愣原地久久无言 并不是因为他们太可爱 而是因为他们可爱的外表下 藏着可以咬碎一切的獠牙 就连直播间的观众都不看好我 出现一只还可以周旋一二 三只同时出现就只能等死 因为他们无比仇视 伤害自己同族的敌人 所以想要逐一对付也是不可能 对于观众的反应我可以理解 虽然了解事情 但还是假装问了下他们是否危险 其中的大佬虽然说去其他直播间看一下情况 但我想他也许不会回来 我努力回想伯伯一的习惯 虽然他们不是先攻击型的怪物 但这样转圈圈对我视而不见就太奇怪 我只能小心翼翼身脚过去试试 可以看得出来他们虽然没攻击我 但确实有所提防 万不得已我不想跟他们动手 毕竟我也打不过 现在最好是先看看他们想干嘛 于是我跟在他们后面 学他们围着石头转圈圈 期间我也注意到那个关注我的大佬回来了 也许是因为看到我这么久没死觉得奇怪吧 不过在这期间我也想明白了波波依的意图 他们是想用这块发光的魔力石填饱布 而现在只是举行仅属于他们的开饭仪式 现在我似乎能看懂他们的心情 这就是他们认可我的表现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他们等一下会邀请我一起吃那块魔力石 果然他们没多久便停下 接着露出那恐怖的獠牙 那看起来坚硬无比的魔力石 在他们的牙口下显得脆弱不堪 我心中一凉 但为了活命我不得不加入他们 于是我也拿起石头大口吃了起来 没想到这石头一点都不赢 而且像巧克力般入口即化 我顿时觉得身体有使不完的力气 不到十分钟 这块魔力石就被我们四肢吃得只剩渣渣了 接着我身体开始发出淡淡的蓝光 三小只围着我方块地转圈圈 观众们都以为他们这是要吃了我 然而下一刻他们就集体猛逼了 因为三小只不但没对我发起攻击 还很轻易地在我肩头玩耍 随即窗口弹出 您已通过试炼 即将为您开启前往第二层的通道 我没想到这样也可以 所以把敌人变成伙伴也算是消灭敌人了 但下一刻我就昏死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 我睁眼就看到三小只好奇地盯着我 看他们的表情 好像是在担心我 见到我醒过来他们无比欢快 直播间的观众都表示不敢置信 我点开信息栏看了一下 没想到观看人数达到了127人 惊讶过后我虚心向他们道谢 感谢大家 如果没有各位我可能通不了关 而他们更想知道我是怎么想到要模仿步步一的 如果我说对他们很了解大家肯定不行 于是我只能说 感觉和他们战斗会没命 所以打不过就只能加入了 说到底还是我运气比较好 好不容易糊弄过去 我假装不知道有奖励的存在 说明自己打算前往第二层了 果然他们都以为我是菜鸟什么也不懂 都在弹幕提醒我还有奖励没脸 我一脸懵懂打开窗口 点了一下就有一个礼盒掉了出来 好像观众都没见过这么大的奖励盒 我立马打开来看 里面是块石头和一张改名卡还有一个布袋 我首先拿起石头观察 没想到一旁的波波一立马冲了上来 我着急将石头抬高 这东西看起来像魔力石 一般的魔力石都是透亮的蓝色石头 但这个是白色的 所以观众也没能看出来 如果拿去交易能换到5000金币 会给波波一吃有点可惜了 我只能委婉跟他们说 以后会给你们更好的 至于改名卡和那袋金币就有些普通了 接着我跟观众们打招呼 大哥们 那我现在要去第二层了 说完我走向传送阵 没想到波波一却跑向另一个方向 观众们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 我只好跟着他们来到石壁前 他们二话不说就露出大嘴 然后对着石壁一顿狂砍 很快石壁就被他们砍出一个通道 我没敢立马进去 却听见他们好像在里面叫我 跟观众们打了声招呼 我就往洞里钻 狭窄的通道不时磨到我的皮肤 观众们表示看着都觉得疼 其实我一点都不觉得疼 反而有种被石头按摩的感觉 在这幽暗的环境下 我的手臂突然发光了 我不做慌张询问各位大哥这是怎么回事 但发言的人都只是调侃我 其实我知道这应该是吃了魔力石 产生了骑士之力 回归者都会在第五层转值 而我现在发出的光芒 就是转值成骑士后的骑士之力 但出入塔中的 我不能暴露自己知道五层后的事情 继续爬了一段距离 我终于从洞口出来了 此时三小只正围着一条项链讨论着什么 观众让我快点捡起来 不然就被他们吃掉了 我本就由此打算 但我一拿起了项链 三小只就急得跳脚 原来这是一件稀有装备 只要戴在脖子上就能得到好运 还能让人避免一次死亡 这也是我在视频中看到的 那里的我在第十五层 多亏这条项链才存活下来 但这应该是十层以上才有的装备 真是苦了三小只他们了 不过我还是假装不知情地说着 这东西一看就是个好东西 直播间的观众纷纷调侃我 试知什么也不懂的菜脑 关注我的大佬出言让我先戴上 不得不说 大佬好像在塔中的地位还不低 也多亏了他替我转移了注意力 听他的话我戴上项链 然后才往回爬去 走到传送阵前 三小只非要跟我过去 我倒是巴不得他们跟着我 接着我无比自信一脚迈出 却也没想到 第二关的boss竟然是超巨大龙龟 人都买不到一个的波波衣 只因我陪着他们吃一吨的食物 三只波波衣就粘上我了 让我没想到的是 他们还有寻宝的能力 所以我只能勉为其难 带他们来到第二关 这里看着像是一个斗兽场 第二关的准备时间只有十分钟 不容多想 我立马打开商店 寻找有用的装备 但选装备也要看下 对手是什么怪物 由于我选择的是困难模式 运气差应该会出现 会喷火的红宗熊 这样选择防御武器最为适合 如果运气好些出现大海蛇的话 只要避免被他的尾巴缠住 随便买一件武器就能干掉他 我看看骑在我身上的三小只 第一关就这么坎坷 第二关应该也不简单 但肯定不会设置 无法通关的怪物就是 很快准备时间就结束了 刚出现的传送门很小 难道是大海蛇 转眼他就扩大了两倍武器 就在我以为要出红宗熊时 他猛然胀大十几万 这就有些夸张了 三小只都不禁流出冷汗 我刚有了想法 下一颗怪物就迈出脚来 惹得整个斗兽场一阵晃动 我也万万没想到 第二层还真出现了龙龟 直播间的观众也想不到 这明明是三人试炼才会出现的怪物 虽然我很害怕 但是我也想过有这个可 我快速翻找商店里的装备 很快就找到想要的战斗 观众都不知道 我这时候为何还要选武器 我也没空回他们话 我必须投入全身心 对战这个大家伙 不等他攻击 我先朝他冲去 然而此时他已经抬起脚 巨脚重重砸下 周围两米的土地也没能兴隶 观众们都以为我死了 然而等烟尘散去 我则是悬挂在龙龟的脚上 其实我想一下就跳到他背后了 可惜没能成功 看来吃的魔力石 也没把我的身体强化得太厉害 此时龙龟喷着粗气怒视我 突然一记能量波从他嘴中蹦射出来 而我早已抽出巨斧 躲开了他的攻击 虽然有点难缠 不过我此时也是信心满满 毕竟龙龟的视频 我也有好好记在脑中的 我快速在他胯下游走 然后往他的后腿来上一扶 龙龟痛得发出惨叫声 而他的身体也在快速往下压 但这是我早有预料的结果 在我走出他的覆盖范围后 他的四肢缩近了龟壳 这并不是他怂了 而是开启了治愈模式 因为他的龟壳实在太厉 大多数人只能眼睁睁看着他自愈 龙龟之所以很难被打败 也是这个原因 其实这就是我想要的结果 趁他趴下我越少他的背上 观众们都觉得我是菜鸟 因为只有新手菜鸟 才会觉得龙龟的背上最安全 其实他背后的尖刺 一旦发出红光就会爆炸 到时遍布尖刺的背上 反而变成了埋葬新人的墳场 大佬打赏十个金币 只为了发育音提醒你 但我依旧在龙龟背上有走人 好不容易才找到一根足够小的尖刺 斧子落下只没入尖刺的一半 剑撞我动用骑士之力 这下终于把尖刺劈断了 我拿着尖刺就在上面等着 很快龙龟的身子开始晃动 他的头部重新出现在视野中 但他立马冲着围墙跑去 看来是想借冲撞的惯性把我舍了下去 剑撞我也不敢拖打 立马把尖刺钉在他的后脖梗处 机会有且只有这一次 我一斧子把尖刺打入龙龟的身体 也许是刺痛让他发出惨叫 但下一刻爆炸声就掩盖住了他的哀嚎声 爆炸过后龙龟一动不动 观众们都猜测是不是死了 又是谁死了 没多久我从烟雾中走出 而龙龟已经躺在地上奄奄一息 其实尖刺是我注入魔力后才能让他爆炸的 不过刚刚那爆炸威力确实有点大 好在总算是有惊无险 我看向一旁还在抽搐的龙龟 眼里尽是同情 龟胸一路走好 说罢斧子落下 接着传来通关的提示 如我所料 果然出色的表现会得到隐藏奖励 这是三小只在我身前蹦来蹦去的 看样子他们很想吃掉龙龟的壳 得到我的应允后他们才朝龙龟扑去 坚硬的尖刺和甲壳 竟然在他们的獠牙下只显得嘎嘣吞 这时我才想起直播间还有观众 看到我的表现他们怀疑我有外观 这下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糊弄过去了 来到我给现在的我发送了ETB的学习资料 有了这些学习资料我才能大把赚钱 因为这可是觉醒塔的攻略视频 在强大管理者的制约下 没人能够向外透露关于塔的任何信息 所以这份视频尤且只有一份 凭借视频的内容 我在第一层就收获了三只可怖的伯伯一 第二层的巨大龙龟也没能捕拦我的角度 但现在我的突出表现遭到了观众们的质疑 我知道现在说自己运气好 他们肯定不会相信 于是我干脆不要脸吹嘘 我就是觉得我很强 感觉能打过他 当然这些人也不全是傻蛋 我只好说要确认奖励来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奖励是魔力石和500金币 外加可以装500千克物品的压空间背包 这压空间背包在前期已经算得上是好东西了 也只有困难模式才会有这种奖励 接着我拿起魔力石 不动声色地放进背包里 得趁他们聊起魔力石之前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现在我要确认大家都很期待地隐藏奖励了 又是一块类似石头的东西掉了出来 这是等级强化符咒 可以将装备提高一个等级 刚刚说打发叫花子的人不再出声了 我对着观众说道 这一看就是好东西 我先收起来了 没想到还有人让我升级斧头 看来还真把我当作什么都不懂的菜脑 突然我感觉一阵头晕目眩 他们劝我先去三层 去了那里就可以恢复了 但我执意要先看完奖励 这是粉丝达到100才有的奖励 看着五种不同属性的祝福 我没有立马选择 直播间弹幕也说法不一 唯独没有人提到魔力祝福 魔力是魔法师和魔工者相关的能力值 前期使用的比较少 所以我能理解 为什么他们不建议我选择魔力 但是区区凡人怎么会懂我的相反 我果断选择魔力祝福 其实我是想成为魔工者的 虽然这职业仅是入门就很困难 而且只能被认为是辅助型职业 但我在视频就看过天才魔工者的招数 又有哪个男人能拒绝机甲和机光呢 虽然我知道自己没那么变态 但按着葫芦话条总能学到点皮毛吧 这时三小只也吃饱了 竟然连嘴都不会擦 我能感觉到他们更远且更容易 而那只龙龟只剩下了一身皮肉 此时我已经站不太稳 见没什么事了我走进传送口 顿时就觉得整个人神清气爽 刚刚的伤口也都消失了 这时第三层试炼任务窗口弹出 明明第一层和第二层的试炼难度 比视频中的大得过 没想到这第三层和视频里的一样 这时一旁出现一个传送口 各位老铁们 我已经平安抵达第三层了 承蒙各位的关心 我闻声转头过去 看来因为是组队晚船 所以难度才恢复到了正常水平 看他身上破烂的盔甲 应该在第二层吃了不少饱饱 下一刻他就仿佛见到老乡一样 两眼泪汪汪 你好 你真的是人吧 我有点无语但还是回答他 我是人 看来你在这之前受苦不少啊 他似是反应过来立马后退 对不起 是我太冒舌了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观众一致觉得他这样 才是新手菜鸟的正常犯 初次见面 我叫做何蔡坤 我尴尬说自己的名字叫做金有才 果然这家伙听到我的名字就笑了 这时他若若问了句 有才先生 你身上那三小之士叫做波波一吗 我也毫不避讳捧起来给他展示 看来是观众们告诉你的吧 他也不愧是新人 竟然敢靠那么近打量波波一 不过他们都问我这里 为什么会有波波一 我表示他们是在第一层出现的 莫名其妙就跟我很亲近了 这时地面的震动打断了我们的闲聊 两个十具人从沙子里冒了出来 我立马从包里拿出站稳 如果难度没变化 那他们的弱点应该和视频中一样 其实按照正常的新手来说 这里才算是失恋的开始 简单模式只有一个实效 不然只打倒一只 他会很快回落 不容我继续多想 实相的长矛已经刺了过来 仅是鱼锅就把小菜鸡震飞了 并是双人作战的关卡 却被我一个人玩得飞起 只能怪我是个老六 我们明明同样是新手 和蔡坤是个真正的菜鸡 而我掌握着塔里每层关卡通关秘诀 队里面的怪物都了如指掌 这次也不例外 区区两个比较大的实相人 我毫不犹豫跑到他们脚底下 实相的盾牌落下 如果是普通人肯定被砸成肉呢 然而我早已不在原地 而是溜到了另一个实相的背后 我一跳就是五米高 全身还散发着淡淡蓝光 然后朝着实相的货窝砍去 他的脚直接被分成两半 就在他要倒下时 一只手伸了过来 另一个实相将他搀扶住 虽然他们的战友情实在让我赶不 但我知道不能再脱了 等会那个长枪实相就恢复了 我猛然发力冲上前 二话不说又朝盾牌实相的腿上来上衣服 一下砍不断就再来一下 终于两具实相双双倒地 这时和蔡坤才跑过来 他不敢相信这些是一个新手能做到的 我还没想好怎么解释 实相突然动了一下 然后他们的眼睛亮起红光 我急忙提醒他快低头 然而这家伙就是个二愣子 竟然还回头看一下 我赶忙将他扑倒 这才让他避免领到河返 而在我就下他的功夫 两具实相已经重新起身 我也万万没想到实相还会扔出长枪 也知道了他们并不是倒下就代表战斗结束 想明白后我再次冲上前 趁着他们还没站止 我助跑加速 然后一个跳跃就来到盾牌实相的面前 此时的我将魔力发挥到淋漓尽尘 仅是一斧子 就把他劈成了两半 这时一只巨手袭来 我往下跳才躲过 但是他还有另一只手 眼看盾牌实相身上散发修复光芒 我知道不能再拖了 于是我蹬地起跳躲过了他的拍击 然后一斧子劈下 裂痕从他的手臂向上蔓延到头 随即他朝后方倒去 重新落回地面后我头也过 这是作为一个装逼者的骄傲 果然这次他只是抖了几下 眼中的红芒没多久就熄灭了 接着传来通关提示 看到我精彩的表现 观众们也纷纷拿出金币打赏 我当即朝他们打招 谢谢各位大佬了 大家久等了吧 当然这只是我表面的说辞 毕竟这场战斗实在是结束得太快了 接着我左部右派 嘴里还尼南着 怎么没有出现传送门呢 果然我这呆头呆脑的样子 瞒过了大多数人 他们认为我是个擅长战斗的新手 听他们的话我走向教堂 这时和蔡坤教主 我们稍微聊一下可以吗 然而我只想快点攻他 对不起了 以后有机会再聊吧 说到我一溜烟跑走了 留下他这个小菜鸡在风中凌乱 来到教堂里我就看到一幅卷轴 卷轴记述的是阿特罗帝国灭亡的历史 里面有一句真言 绝对不能惹皇帝生气 就连大多数观众都不知道这东西是干嘛的 我会心意笑 因为我知道这是第五层的提示 这时传送门出现在身旁 我表示要先确认一下奖励 再前往第四层 他们猜测这关难度一般 奖励应该很少 很快奖励何出现在眼前 果然如他们所说 只有一个金币不带 还说是第一层和二层实在给的太多 这才是正常的奖励 我的脸也黑了 一般来说困难模式都会给三个奖励的呀 突然说明窗口弹出 我立马张大了嘴 谁也想不到里面是整整5000金币吧 我开心的跟观众们表示很赞 现在我已经有5600金币了 金币在第五层尤其重要 有了足够多的金币 才能学到更多魔工学的知识 这时他们提醒我 波波衣们好像出现了问题 见状我转过头 没想到圆滚滚的波波衣 变成了扁扁的波波衣了 我着急问他们有没有事 但他们连眼睛都不睁开 因为没人带过波波衣攻塔 所以观众们也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有人说他们可能是饿了 可是第二层 他们都把龙龟整个龟壳吃完了 我还是忍痛拿出得到的魔力石 但他们还是眼都不抬一下 三小只每天都要吃300斤石头 我为了活命也要吃上200斤 没有石头他们就吃乌龟壳 好在这次他们没比我一起吃 但我很好奇他们小小的身体 怎么胃口就这么大 这下子终于吃坏肚子 把他们最爱的魔力石 递到面前也没法 我心想可能是龟壳太不导致的 还好我没跟他们一起吃 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 大佬打赏了我20斤笔 然后发雨音让我先去第五层 因为不能透露后面的关卡内容 弹幕里也只用那个来表示 但就算他们不说我也想到 在第五层有人能治疗波波衣 刻不容缓 我把三小只抱起来就要出发 这下何蔡坤终于赶了上来 有才你等等我呀 我本不想搭理他的 但看他唯唯懦懦的也不好立马省 我知道你先和我对话麻烦 但我还是要当面感谢你 如果不是你 我刚刚就已经死了 真的很谢谢你 听到这些话反而是我有点不好意思 虽然没给他沉默 但也给了他生存下去的动力 毕竟有什么都必须活下去才行 这样才能再次相见 随后我抱着波波一进到第四层 弦幕是在限定时间解开封印打开大门 如果未能解除封印就被永远留在这里 但我知道这跟死没什么距离 虽然能用金币购买粮食 但金币总有耗尽的时候 也不会有观众打赏没有价值的主播 我将波波一们放在地上 然后朝墙壁走去 这是一项考验智利的关卡 在困难模式下 这里一共有一百个水晶 我打开商店一看 里面竟是各种美食 我知道这是管理者设置的陷阱 只为了让更多的新手将时间浪费在食物上 这样他们才能等到时间结束被困死在这里 我想了想还是说出自己的想法 决定要省得点钱花 没想到那些小黑粉全都跳出来 一个个都让我买炸鸡之类的东西 也有些人出来说他们没有人性 毕竟波波一们现在还生着病呢 愿由他们互对我开始研究封印 我知道在第四层 需要利用水晶中隐藏的文字找到规律 把水晶连在一起就能打开封印 毕竟视频里面的我可是因为这个受尽了折磨 也得益于未来的我 我现在才知道水晶的规律 虽然刚开始我的脑子像爆炸一样 但现在我学聪明了 那就是把每个文字看成是数字 然后像机弯翻密码一样 记住他就可以了 那些观众都以为我是在乱按 但当我按亮了几十个水晶时 那些小傻子都猛逼了 其实这都是我努力死基硬被 才得到的收获 照这样下去再过半个小时就完成了 然而还有人天真的以为我是懵的 我也懒得跟他们解释 为了三小只我全力以赴 仅是过了十分钟 我就只剩下最后一个水晶球了 我仅是深深吸了口气 以此来表达这操作的难 随着我按下最后的水晶球 第五层的传送口就出现在面前 但我知道答案的是绝不会告诉他们 还是得到大佬好 全程都没有干预我操作 只在必要的时候支持和鼓励我 我表示没时间解释那么多 要立马确定奖励就出发 这次和第四层一样是五千金币 很多人都眼红了 但还是有名势力的人 而我现在想的是拥有了一万金币 我终于可以看到英雄级技能书了 我平复心情就收起金币 然后抱起伯伯一们前往第五层 虽然跟我同一批的新手 有个别到达第七层了 但我说出自己不要太心急 他们应该是选择的难度没我高 接着我走进第五层的传送门 只要我在第五层展现出非凡的实力 那些粉丝绝对会变成忠实铁粉 因为在第五层有一个特殊机制 那就是观众不能离开直播间 期间现实世界的时间并不会受到影响 而我则是成为阿特罗帝国其中的一位人物 与我一同进入的还有另一个归来者 通关的要求是完成既定的结局 或者干掉另外一名归来者 至于对手是不是之前碰到的菜鸟 我现在还不得而知 成为帝国的纹固二皇子 就要我在七天内完成篡位 还不能用武力解决 能坑人的还没见过这么想害死人呢 虽然还有另一条出路 那就是干掉一起进来的另一位归来者 但是期限只有七天 想要在茫茫人海找出他已经很困难了 而且只要对方先完成剧情任务 那我只能亲身经历世界灭亡的全过程 这话说的好听 但明眼人都知道这跟死没有区别 本来我不想选这个废塔皇子作为剧情角色 要知道第五层是根据能力的选择来决定与之对应的人 而困难模式下的用户一般都会成为阿特罗帝国的重要人物之一 魔法能力对应的是首席魔法师 体能对应的是骑士团长中的某一位 其他还有商人等非战斗职业 我看弹幕的说法也都不一 唯独没人建议我选择魔宫者的能力 但他们不知道我最终意的就是这个 而魔宫学对应的是帝国柏金机械师这个人物 这简直就是为我量身打造的 我要选择魔王 话没说完就弹出选择窗口 您确定要选择和魔兽相关的能力吗 我着急大喊不适 但系统竟然帮我做出了选择 于是我便被迫穿越成阿特罗帝国的二皇子 这个跟魔兽能力有关的角色中 奥利德托普拉斯 他在十岁的时候请求父皇送一个魔兽作为生日礼 却被打了一耳光 同时遭受到皇兄的比喻 于是他瞒着皇帝在房间下打造了一个地下空间 波德利帮助了他还答应帮他购买魔兽 在之后训养魔兽的事情被皇帝发现 他只能含泪烧死那些魔兽 后来喝醉在街上耍酒疯 因而被世人称为无奈皇子 看了二皇子的人设我已经很不淡定 而且还要在七天时间完成篡围 这任务简直不要太坑爹了 观众们也都对我表示同情 但既然事情已经发生 我不能就这么坐以待定 一般来说任务简单的话 只要专注完成任务就行 如果剧情十分困难 那干掉竞争者会是更好的选择 像成为皇帝这种不可能完成的设定 我也许可以这么做 想清楚后我喊人进来 我神情淡定地命令他 你去把波德利叫过来 观众都赞叹我的演技不错 不久后波德利来到 皇子殿下 您叫我过来是因为 今天带回来的魔兽吗 虽然我不知道有这回事 但现在最好是先佩服他 接着他命人将一个 盖着白布的物品抬了进来 我对那东西也有些好奇 却也没想到 里面竟然是波波衣们 我暗骂自己真不是人 竟然完全把他们忘记 但表面还是一脸淡定问道 他们怎么看起来没什么精神 我问过那些魔兽猎人 他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但我想他们应该是 使用了过量的魔力石 照顾一段时间应该就能恢复 我正听着入神 他突然大喊一声皇子殿下 接着他激动地抓住我的肩膀狂摇 我为什么会感受到 您的体内有魔力石的气息 在我去北部的一个月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嫌弃拿开他的手 表示自己没事 让他不用担心 我怎么可能不担心 如果魔力在普通人体内乱窜 很可能导致爆炸 虽然您运气很好 没有被威胁到生命安全 但现在魔力石的气息 已经渗透进您的大脑了 继续热化下去 那您的情感可能会彻底失控 以后您一定不能再使用魔力石了 我轻拍他的肩膀宽慰道 放心吧 我会把你的话牢牢记在心里 见状他才行李告退 临别前还告诉我 大皇子行动十分可 让我对他稍加防范 我表示知道了 还有魔兽我会亲自送到地下 他这才放心离开 波德利原本是二皇子母妃的守护骑士 在皇妃去世后 他自愿成为二皇子的侍子 所以对于二皇子来说 波德利是唯一且可以信任的帮手 随后我走到书架前 只是轻轻扣动其中的一人 一条暗道就出现在眼前 我顺着楼梯来到阴暗的地下空间 里面的动物见到我并没有排斥 更多的是看到主人的开心 看来二皇子对他们还不错 我找了个位置将波德利原本放下 趁他们没反应过来转头就走 对不起了波德利原本 外面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为了你们的安全着想 只能将你们先放在这里 三小只显然也因为我的离开感到难过 但病奄奄的他们什么也做不了 人每天都会挥剑十万次 只因他每回出一箭 就能上升一个等级 这就是世界对穿越者的优待 这也让男人错以为自己是主角 他本是现实世界的剑术教练 刚进塔就选择了困难模式 所以金币打赏也来得十分轻松 运用高超剑术 他轻易就通过了前两层 在第三层的时候 他更是拿其他用户当作挡箭牌 没想到他的阴狠反而得到更多观众的亲爱 于是他更加膨胀了 这时观众提醒他有客人来了 而来人正是我所扮演的角色 卡奥利二皇子 我饶有兴致看着他 他也傻乎乎看着我 直到观众提醒他才反应过来 接着他用生疏的姿势朝我跪板 起来吧 你为了帝国一直努力锻炼的样子 真是令人欣慰 他双眼却透露着脚下 正猜想我是不是用户 但想了想便觉得不可能 因为用户一般只会选择骑士或魔法师 他收剑入窍问道 您来这种满是汗臭味的地方所为何事 观众对他这次表现给予了好名 我却是笑嘻嘻的 其实没什么重要的事 就是突然想起你喜欢喝的酒 去年我的生日宴上 不是因为没有你喜欢的酒 你们是一直哭丧着脸吧 所以我想让人送一些到你家去 但我不记得那种酒叫什么名字 李善哉张大了嘴巴 他立马在弹幕里找寻有用的信息 然后胡乱说了一个酒名 应该就是这个 我派人明天给你送过去 李善哉连忙答戏 也为这次糊弄过去感到庆幸 我却是突然转开话题 你在帝国的名字叫什么 文言李善哉冷笑着起身 原来是个疯子 你到底是谁 我表情依旧淡然 你瞎了吗 我是阿特罗蒂博的二皇子 他更加恼怒地说着 我发现你连护卫都没带 所以你是怎么敢这么嚣张的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你是怎么知道我是用户的 为了演好这个角色 我可是花了不少心思 我表示没义务告诉他 其实这都得益于 那个小肚鸡肠的二皇子 他把所有事情都详细记了下来 这时的李善哉十分嚣张 他在说什么呀 大哥们是我听错了吗 听说二皇子是个废物 只要我来上一件 就能结束这游戏 你这个混蛋完蛋了 不想他当拔出剑 远处便传来呼声 你在做什么 吓得李善哉直接将剑藏起来 皇子殿下 您没事吧 我表示没什么事 波德利激动得身体发颤 我看得一清二楚 那家伙拿剑指着您了 我让他别担心 只是想让这人 给我演示一下剑术 李善哉当然得点头打势 波德利直接怒气冲冲问他 那我刚刚怎么感受到了杀气 我连忙帮他解释 那是我让他使用权力的 闻言波德利轻拍李善哉的肩膀 以后注意自己的行为举止 不然谁也就不了你 李善哉连忙表示以后会注意 得到波德利的应允后 才灰溜溜逃走 说着也奇怪 他以前不是这样的人 堂堂师星团团长 竟然会这样慌张 我却是突然问他 听你这么说 你应该很怀念以前吧 波德利释怀的微笑回答 您说笑了 在我启示笑中皇妃殿下后 就已经把以前的事忘了 闻言我欣慰一笑 然后让他先回去 我在外面转转放松下心情 观众们都很不解 我为什么不趁机干个难 这样就能通关第五层吗 但我并不想这么快通关 毕竟魔工学还没有开始接触 到时候完成不了 既定的结局再说吧 与此同时李善哉慌得不行 他向观众们求助 那个人穿越成皇子 只要他下令除掉我就完了 他的观众都觉得我是疯子 这么好的机会竟然错过 但也有人给他提出 比较合理的建议 于是他开始调查起 二皇子和波德利的信息 果然在其中他找到了想要的 看到三只泼泼一的消息 观众们也都联想到了我 因为我在一层的时候 实在是太惹眼了 接着又有人给他出点子 李善哉听他们的 来到城外的祈祷室 此时的李善哉 是一副志在干掉我的样子 原来第五层 还有个隐藏通关攻略 只要到达祈祷室 说出一起参加试炼的用户名字 那就可以通关第五层 穿越者遇到另一个穿越者 那知道对方名字的人 就能将胜券握在手中 只因卡五层 有一种隐藏通关攻略 隐藏攻略 但这个方法有个缺点 就是使用者会因为 提前结束试炼 而失去提升能力的机会 失败的话也会受到处罚 李善哉知道自己随时会被处死 所以他才不得以使用这招 只见一个窗口弹出 请说出跟你一起 参加试炼的用户信念 李善哉毫不犹豫说出金有才 您是否确定此信息无误 一旦确定将无法重新选择 随着李善哉按下确定 身旁的石像立马动了起来 您的信息有误 饿什么耻笑您的智慧 并对您降下诅咒 您已获得的技能全部消失 气得李善哉直接朝天大喊万岁 其实刚刚他就来找过我了 当他喊出我的名字 是我被下了一击灵 看到我的反应 他阴险笑了下 然后头也不回地跑了 观众们叫我去抓住他 但我毫无所动 还露出耐人寻味的表情 有些人还在猛着 也有人知道我要干什么 只叫我不急不躁 走到自己房间 然后拿出自己的储物 背包翻找起来 不久后 我昵称变更券被我拿在手中 我二话不说就撕成两半 然后一个虚拟面板 出现在我眼前 看到变更 昵称观众们都激动了 但我毫不犹豫 输入金有才二 意思是金有才一 被封印在了第五层吗 不得不说观众们 很会开玩笑 此时的我却是露出 脚侠的微笑 我知道骑士的既定结局 是学到剑术的奥义 而智慧试练失败的代价 是所有学到的技能被格式化 这绝对够他受了 如果他的直播间没有观众 给他打赏大量的精力 想要完成既定结局 也是没可能 有人问我 为什么知道这个隐藏方法 对此我没有解释 因为有人会帮我解释 但他们一直揪着我的名字不放 这实在让我忍不了一点 金有才二怎么了 我哪有时间考虑昵称啊 当时我确实有些担心 那家伙会提前完成任务 只是表面装作很淡定而已 这时屋外传来吵闹声 见状我开门出去查看 没想到是李善哉这个傻蛋 护卫也显得很是为难 皇子殿下 您能拿出点时间跟我聊聊吗 我果断就放他进来了 观众们的注意力却在护卫身上 看得出来他们是大皇子那边的人 进门后李善哉便怒气冲冲朝我走来 这个混蛋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嘻笑着回答 之前我不是回答过吗 剑撞他抄起一旁的椅子向我砸来 我轻而易举躲了过去 这下他不再藏桌 直接拔出佩剑扬言要砍了我 事到如今他只能输死一搏 但在我看来他的动作好慢 是因为技能被格式化了吗 接着我轻易擒住他的双手 只是稍稍用力 他手中的剑变掉下 我在他耳边冷声道 当时我放过你不过是情况所需 并不是我真的害怕 听懂了吗 李善哉差点尿不湿都尿湿了 眼见预期达到我将他甩到地上 听懂了就给我滚 见识到我的实力 他也不敢在这里逗留 本来我没想把他逼到如此境地的 非要自讨没趣 观众们问我现在要怎么做 我也大方跟他们说不着急 之后随时可以除掉他 现在给我的选择是登上皇位 或者去学习魔工者的知识 到最后一天才把他干掉 不过那样的话 很多奖励都无法得到 在视频里的我选择的是骑士 所以也扮演着骑士团长的角色 不过那时候的 我有亲眼见证一件事 那就是试炼开始的第六天 针对二皇子的审判开始了 我亲眼见证 唯唯诺诺的二皇子 承认暗杀皇帝的罪行 明眼人都知道这件事有蹊跷 毕竟谨慎的皇帝 可是到处安插有受人骑士 如此懦弱的二皇子 怎么可能成功暗杀皇帝 但这场审判本身就不公平 视频里的我无比火大 还扬言要将这座塔给摧毁了 这皇帝却有两个孝子 大孝子满嘴道德人意 实则想在暗地里架空他的权力 二孝子虽然心善 却是个鱼木脑袋 他只想过着闲散生活 却被大哥陷害成凶手 如今是我扮演着二孝子的角色 在七天内我要将大哥干掉 然后笑死皇帝自己上位 很快我便想好对策 当晚就来到皇帝的寝宫 为了避免被打扰我 提前关掉直播间的弹幕 只能跟大哥们说声对不起 虽然其中受到寿人士兵的阻拦 但还是成功跟皇帝碰了面 见到我是皇帝也发出疑问 真是稀奇 你竟然会来找我 我恭敬给他行礼回答 孩子来找父皇 怎么能说稀奇呢 这皇帝也着实挺好说话 让他将寿人遣退后 我才告诉他 他手上那个能控制寿人的戒指是假的 真的戒指早已被大皇子偷偷掉包了 他也问我之前一直闷不吭声 现在却出来揭露这件事 是有想要的东西吧 我大大方方地承认想成为皇帝 并对他说 所以请您去死吧 经过这一番操作 我获得大哥们的一波金币打赏 他们很期待我接下来会有什么动作 但我第二天就来到了工坊 不巧碰上了大皇子 他上来就对我一阵嘲笑 而我昨天面见皇帝的事情 看来已经被他知道了 应该是好奇我跟皇帝说了什么 才过来找我的 我却是两句话将他激怒 在他上前就要扇我巴掌时 一句助手传来 来人是皇室机械是普兰 看来他也看这个大皇子不顺眼 过来就帮我说话 面对大皇子这种人 他是一点也不虚 毕竟连当今皇帝都要敬畏他三孙 大皇子只能放下狠话愤然离去 之后我如愿走进工坊 刚进去就闻到了那令人想吐的机油味 接着一个窗口弹出 在这里有关魔工学的能力值上升幅度将得到提升 我当即打开技能商店 里面的技能挺不便宜的 观众们都说看到这些技能就头疼 然而我无视他们的吐槽 三两下就把商店关于魔工学的技能学完了 有人气愤的骂我是智掌 我果断就把它禁言了 这样也能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 接着我使用买到的所有技能书 立马就有一股幸运感袭来 就像是晕车的人坐了一天一夜的班车 刚着陆的恶心感 过了好一阵我太缓和过来 看到我如此决绝观众们也不再劝你 一切准备就绪 我敲响普兰的房门 我恭敬的跟他说想借用他的工坊 于是他将我带到地下研究室 然后将一道题目递了给我 你先将这道体解一下 好在我高中物理不错 结合刚刚学到的技能知识 自我感觉良好的做好了题目 虽然只达得了一半的分 但普兰对我的答案很满意 欣然同意我随便使用工坊 他让我放心 他是绝对不会让大皇子踏进这里一步 接着我对观众们表示抱歉 接下来的几天直播间会有些无聊 之后的几天我除了偶尔去看一下布布衣 剩余时间都待在工坊里 很快时间就只剩下一天又16小时 这时波德利慌张找到我 皇子殿下不好了 皇帝陛下他驾崩了 我心想该来的还是来了 还没听完波德利的讲述 执行官就带着士兵进来了 将涉嫌害死皇帝的犯人抓起来 我不做任何反抗任由他们带走 很快针对我的审判开始 这跟我在视频看到的一模一样 唯一不同的就是我现在无比淡定 二皇子本该一口承认下罪行 然而我却当场发声 我没有谋害皇帝陛下 虽然我没有证据 但是我有证据 紧接着长廊传来的脚步声小车整个会场 本该生死的皇帝如今活生生站在众人面前 他看向一旁的审判团 看来在这一年里 你们从大皇子那里唠叨了不少好处 马格努斯大功 什么时候轮到我来仰视你们 马格努斯立马从座位上弹起 他和身边的人争先恐后地从看台跑下 然后一个个跪拜在皇帝脚底 皇帝还不忘回头对我笑嘻嘻的 那从现在开始正式的审判吧 发动了两秒半的皇帝 竟然亲自审判杀害自己的凶手 作为他现在的儿子 我很快就被当场释放了 紧接着他的另一个儿子就被压了上来 其实这是我和皇帝演的一场戏 在那天晚上我说说让他装死 然后在审判时出现 这样就能将大皇子和他的党女一锅端了 但现在大皇子还很硬气 带他来的士兵也很客气 竟然连手铐都没啥 他还等皇帝说这都是我的阴谋 皇帝的脸立马阴沉了下来 既然当我是皇帝 那你还不赶快行李 大皇子这才不情不愿地摆出姿势 接着他愉怒地盯着我 现在我还不想搭理他 这时有人给我打赏了500金币 是之前在弹幕骂我的那个家伙 他想让我给他解除纪念 我果断把他的私疗窗口关闭 皇帝刚想说开始审判 我连忙打断他 就在刚刚我还是被告人 如果您问我是否委屈 那我一定会回答很委屈 旁人都议论纷纷 觉得打断皇帝发言的我肯定会被处罢 然而皇帝只是笑笑 示意我继续说 我表示要亲自揭发凶手的罪行自证清白 皇帝想也没想就答应了下来 如此我便开始对被告人 色伦托普拉斯进行审问 被告人 你的姓名是否为色伦托普拉斯 大皇子气得咬牙切齿 最后也只能憋着大事 色伦托普拉斯 你是否企图伤害皇帝 他站着无言 我再问一次 你是否企图伤害皇帝 他却是突然笑了 你别讲模仿皇帝陛下的样子 简直太好笑了 卡奥利你该不会是想和我争夺皇位吧 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臭讽 如果你现在给我下跪认错 我说不定还能原谅你 我直接拍掉他的脏手 如果是那个真正的蠢货二皇子 可能还真把你当成大哥 他甚至将私藏魔兽的事情 都告诉了大皇子 最后他都还不相信 是他的大哥出卖了自己 我表示证人可以上前了 接着一个兽人走了上来 大皇子率先开口 站在证人席的骑士我问你 说话间他从兜里掏出那 没可以控制兽人的戒指 并用白骨包着 既然你们看得清清楚楚 那你说在接见是看到的人 到底是谁 此时他已是露出了得逞的微笑 然兽人骑士 直接将他的名字说了出来 大皇子一脸的不可置信 皇帝也戏谑道 怎么回事 看你这副样子 好像有事情脱离了你的掌控 大皇子终于意识到了 皇帝手上那个才是真戒指 最后翻盘的筹码也没了 我捡起掉到地上的戒指 拿到他身前说道 既然你主动上交了证物 正好帮我们省事了 请问皇帝陛下您有话说吗 皇帝将戒指展示出来 也没什么稀奇的 只是和我控制兽人兵的戒指 一模一样而已 我举手再次问话 我可以做出最终判决了吗 大皇子开始大声嚷嚷起来 我不接受这场 没有遵循正式程序的审判 不接受这个没有审判资格的家伙 也不接受收了我的钱 却假装高尚的那群人 看来他真是疯了 竟然把行贿的事情都说出来 那我就问问在场的观众 有人愿意为色伦托普拉斯说话吗 全场寂静无声 既然如此我就要做出判决 我宣布色伦托普拉斯的罪名成立 立刻将其逮捕 最后我得到皇帝的同意 对犯人进行友好的私下交流 只见我抬起了手臂散发着蓝光 一拳望下去 他的脸直接凹险 发泄完怒气 皇帝做出最后的判决 将色伦托普拉斯挂在马上 绕帝国全境脱形 听到这话大皇子都哭傻了 但就算他怎么嚎叫 也只能被无情拖走 皇帝刚想起身 我连忙叫住他 可以跟您说几句话吗 皇帝见状重新坐了下来 我斗胆向陛下请求 希望您让我成为阿特罗帝国的太阳 请陛下成全 其实太阳也就是皇帝 也就是说我请他让出皇位 皇帝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真有意思 接着他走到我身前 然后高声大喊 我要将二皇子卡奥利托普拉斯 册封为阿特罗帝国的皇帝 我心想终于完成任务了 可下一刻世界变成黑白 周围的一切开始迅速消散 只用了六天就篡夺了皇位 屁股没坐热世界就变成黑白色 接着我体表的伪装随着世界一起消散 下一刻我就来到了一空间 旁边立马有窗口弹出 恭喜你顺利通过第五层试炼 在他的回复中 我得知他是管理者 但我好奇他找我干嘛 说吧他立马回复 你成为管理者吧 你成为管理者吧 他的声音在我耳边不停回答 我感觉脑子要炸了 如果你不接受我的提议 那就死 我强忍剧痛喊出我拒绝 周围立马静了下来 他询问我 你不惧怕未来吗 我听出他的意思是 如果我拒绝就要除掉我 他也没有继续废话 说了句在第十层等我就离开了 由于剧情任务提前完成 看来只有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皇帝看我如此表情问道 怎么这么吃惊 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 卡奥利托普拉斯皇帝 我这才想起自己已经是这个帝国的皇帝了 接着他像哥们一样揽着我 这么高兴的日子 当然要一起喝一杯啊 而另一边的大皇子已经被压到地楼 李善哉一脸鄙夷的吃笑一声 却被狠狠瞪了一眼 你特么算老挤 也敢嘲笑我 李善哉一手将他按住 现在他也很无奈 观众们对他也很失望 这是一个窗口弹出 4897用户李善哉 你失败了 另一位用户已经完成既定结局 您将亲身经历这个世界灭亡的全过程 这时大皇子已经将他的手抓住 等待他的只有死路一条了 而此时我已经来到一个长廊这里 长廊镜头挂着卡奥利母亲的画像 在看视频的时候我就说过 如果到了第五层一定会帮助他 虽然这是个虚假的世界 但希望我做的这些能弥补卡奥利的遗憾 想着我踏入宴会大厅 第二天早上 整个人生无可恋地躺在床上 这都是因为那两个老不要脸的恶魔 洗漱一番后 观众们让我去花金币 我打开一看才发现里面有一万六千多的金币 大哥们 你们一晚上到底打赏了多少金币呢 接着的了 大佬又赏了我一万金币 还夸了一句做得不错 我立马九十度鞠躬 我以后会更加努力的 然后我表示再去几个地方转转就前往第六层 先是去拜访了前任皇帝 在他口中知道了当时他打我的那一耳光的原因 是那些魔兽被人动了手脚 随时会发起攻击 随后我便是要去攻防了 那里还有东西没拿 祝愿普兰老头长命百岁后 我便拿着自己的杰作离开了 现在还剩下十三小时 其实我心里还是有点惋惜的 试炼结束后这个世界就会恢复原状了 在以后的试炼中卡奥利反复含冤而死 此时我不知道的是 第三层大殿里的卷轴内容已经改变 帝国诞生了一位不靠阴谋诡计就继承正统的皇帝 帝国日益繁荣 各处都充满了幸福和安康 希望看到这内容的旅客 不要扰乱阿特罗帝国皇帝的内心 波德利流准备回到宫殿室 我大喊了一声波德利 果然他跟曹操一样随叫随到 我想问他波波一没精神的原因找到了吗 他说还没有 但也没有其他异常 听到这话我更加开心了 既然波波一们没有异常 那我们就去找他们吧 而此时的地下室里 波波一们正在呼呼大睡着 我跟着波波一吃了三百斤食物 却意外将他们收为战场 没想到他们什么都吃 偌大的龟壳也被他们砍得一干二净 可能是吃太多导致消化不良 他们看起来毫无精神 我只能听大佬们的话将他们带到他五旁 七天时间过去 完成任务我终于在见到他们 他们见到我就开心得不得了 还没开门就舔我的手 下一刻更是迫不及待朝我蹦来 看到他们如此精神我也放下心 接着我跟观众说要做个收尾工作 先把全员禁言了 回到房间我将波波一放下 然后来到桌前 这就是我在这里制作出来的玩意儿 但就如同普兰所说 这东西很难弄好魔力红 稍有不慎就会有危险 经过我来来回回调试 总算勉强达到要求了 我将他带上手细细感受 片刻后感应装置亮起 然后我就可以对他进行控制 虽然有点延迟 但比我想象中要好 我这才将禁言关掉 然后谄媚地跟观众们道歉 很快在这里的时间就该结束了 我退去伪装恢复原来的样子 刚解除用户进场限制 就有观众疯狂涌进我的直播间 他们都是礼善在那边的难民 为了不让他们太扫兴 我还是想设置新人12小时后 才能发弹幕吧 接着我表示要开通关奖励了 这样也能让新观众提起点兴趣 然后一个盒子落在我面前 这个奖励和着实有点大了 眼见语音消息泛滥成灾 我只能把电子语音提高到500金币 刚设置好 卢卡就打赏了1000金发来语音 还是想让我给他解除纪念 我表示还不行哦 那我们就先来看奖励吧 刚打开就有一套衣服映入眼言 观众们都有些好奇了 但我说这就是一套很普通的衣服 我只是笑笑 管理者这时在挑衅我吗 将衣服放到一旁 波波依旧开始动嘴 看着他一脸失望的样子 我有些无奈 我们来看看下一个奖励吧 我眼前一亮 竟然是英雄级装备 罗顿托的皮质长靴 有调节硬度和隐身等各种能力 我二话不说就将长靴穿上 虽说是英雄级 但观众们并不看好他 因为这个装备的使用难度非常大 一个不小心还会令自己置身于危险中 视频中的我也只是看别人用过 接着我睁开泛着蓝光的双眸 长靴很快就变成了运动鞋的样子 我稍稍看了下质胆 然后对观众善善说挺好用的 其实这可能是我吃过魔力石的原因 然后就是最后一个角 依旧是五千金币 现在我已经有三万多金币了 虽然很想学点其他技能 但还是得留在第十层 必须买到那个东西才行 接着我思索关于第六层的信息 我记得第六层是要跟别人完成失恋的 要是波波依们被发现的话 肯定会惹来麻 那只能先将他们放进空间背包了 准备完毕 那我就前往第六层了 第六层是四人组队完成的任务 要击败来袭的五波敌人 现在还有59分钟准备时间 其他三人已经坐在火堆旁了 一个寸头立马朝我挥手 这里有火 快过来暖和一下吧 没想到刚见面观众们 就给予了这个寸头差别 我跟他们打了声招呼 然后望向站在一旁的面具女孩 她却突然阴沉说道 你没见过人类吗 我顿时就有点感大了 对不起 我只是觉得你的面罩挺特别的 观众们纷纷开起玩笑 这时寸头站了出来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是要一起参加试炼的 别吵架呀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寸头 是在外面健身 然后被罩进来的 在第五层扮演骑士团长的角色 我的实力很强的 大家请放心 接着戴帽斗的大叔 也介绍他是魔法师 但他只想干脆利落过关 然后分开 总感觉他和寸头 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 观众猜测他们都想当队长 接着一个个主动请鹰 我也做了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听到我是魔攻者时 他们都不淡定 特别是寸头 一个劲刀到个不停 李世夏也有点不耐烦了 只要我们几个通关就好了 大叔你可真能瞎操心 虽然他也觉得魔攻者很无聊就是 最后还是大叔打断了寸头的废话 我先给你们看一下四周的情况 我们现在被浓雾包围 看起来像浓雾 但其实他们像墙壁一样坚固 也就是这一层的范围就到浓雾为止 接下来的安排也显而易见 正面交锋由寸头和李世夏负责 寸头是肉盾 李世夏是输出 而大叔魔法师就是远程输出 至于我这个废物 只能看着有什么就帮一下 寸头却还在孜孜不倦地抱怨着 我也没想理这么多了 当务之急是先把不确定的因素解决掉 不久后第一波敌人出现 开始观众就觉得奇怪了 明明说是幽灵 却又有实体 李世夏和大叔表示先看一下情况 但是寸头露出自信又傻缺的微笑 你们忘了吗 我可是第六骑士团团长 说完他一个人冲向身份未知的敌人 只听见当了一声 寸头这才察觉出异样 幽灵怎么会这么坚硬 下一刻他的武器被弹飞 然后就被怪物给牢牢控制住 他无能狂吼然 而怪物将他慢慢送到左边 少女只是挥出普通一拳 就让在场的两个半老男人震惊 看似柔弱的少女一击 却把怪物的头都打掉了 然而他本人像是干了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只是嫌弃衣服被弄脏了 除了我没人知道 他以后会成就全胜的名号 原本他只是个平平无奇的学生 在前四层都是靠运气和打赏 才侥幸通过的 但在第五层的时候 他穿越成了流浪街的平民 结果遇到一位影视高人 在高人的指导下 李氏下一改之前的柔软 变成了徒手就能斩腰的女拳手 拳胜的名号逐渐在塔内传开 只见他朝寸头怒喝道 大叔你想死吗 都说了很奇怪叫你不要上 这么菜就不要给别人添乱了 我最恶心你这种没有能力 还爱说大话的大人 经过我身旁是他瞥了我一眼 这家伙说他是魔工者吧 跟刚才那人一样既软弱又无能 但是怎么看着有点眼熟 而我此时也不知道他的想法 不过现在不用我出手也正好 这时去其他直播间探查情报的探子回来 据他所说 李氏下直播间里的观众都是些爸爸人 他们疯狂打赏金币 还说乖女儿想做什么事就去做吧 听到他们夸我也有点不好意思 而魔法师大叔的直播间 呈现的是忧郁的氛围 里面的人无聊但严谨 至于寸头 观众看到他断了手指 还有心思开玩笑 我走到寸头面前问道 你的伤没事吧 让我看看你的伤口 没等他答应 我就用魔改机械臂 给他上了个治疗魔法 不久后他趴在地上哭得老惨 我表示虽然现在会很疼 但以后不会因为流血引发什么病症 不想大叔上来问我 这手套是利用魔工学做成的吗 这个不会很难吗 我解释虽然难 但也不至于用不了 看到我们相谈甚欢 李氏下有些不屑 不过是魔工学而已 也强不到哪里去 接着大叔安排接下来的防御 又李氏下主攻 他用魔法辅助 而我还是和刚才一样 至于寸头 只希望他不要妨碍到我们 很快第二波敌人来袭 是两只蓝蟑螂 李氏下二话不说就往前冲去 他给予两只蓝蟑螂一狼一击 就将他们干掉了 观众们都开始好奇 他到底是什么身份 我暗叹真不愧是全神 虽然我知道他和我是同期入塔的 但没想到我们会这样相遇 接着我们推断下波敌人 有四只蓝蟑螂 大叔表示他会用魔法支援 我们三言阵一待 但第三波敌人只出现了两只蓝蟑螂 李氏下见状表示先将他们干掉 我总觉得有些不对劲 在我跟大叔商议时一旁传来动静 我闪身躲过突然的偷袭 看来第三波敌人是分成两批出现了 小伙子你退后 我纹身回头 只见大叔已经凝出一个火球 他将火球朝一只蓝蟑螂扔去 但只是打出蓝蟑螂一头的问候 大叔也傻眼了 而观众们对这个结果早有预料 我走到他身前表示还是让我来吧 说话间我已经启动魔杆手臂 别人不了解蓝蟑螂 但我可是清楚得很 他们在直线上速度很快 而且铁制武器都破坏不了他们的外壳 也仅此而已 只要克服这点他们就没什么好怕 想着我毫不犹豫冲向蓝蟑螂 拳头和他的钳子碰在一起 只见他全身都在颤抖 而我这边只是加大一点力度 便能一拳将他贯穿 另一只剑状还想逃 我定然是不会放过他的 我心想另外两只李氏下应该能搞病吧 一眼望去 却见蓝蟑螂正扑向毫无防备的他 原来在片刻前李氏下那边 他几拳解决掉了一只蓝蟑螂 然后就听到大叔的惊呼声 在他回头看向那边的战场时 剩下的蓝蟑螂敲咪咪靠近 转眼便来到他面前了 大意了 来不及反击了 于是他当机力断先做出防御 只听见扑的一声 一滴血液溅到他脸上 蓝蟑螂则是一动不动 随后摇晃起来 我这才露出身形不好意思的说道 一不小心让血溅出来了 你没事吧 捧上魔法和骑士的事件 我却选择了机械师这条路 几个队友都不看好我 然而我只是一炮就让他们彻底改观 要知道无形的装逼最为致命 因为刚刚我轻松就下了李氏下 他非但不知道感恩 还怒目远睁地瞪着我 我只能假装没看到 如果和他对视的话 我都不知道要说什么 接着我将话题转移到大叔身上 垃圾大叔 您还有更厉害的魔法吗 他表示在第五层学到 最厉害的就是刚刚那个火球术 不过小伙子 你不是魔攻者吗 怎么你的反应速度 比有些骑士还快呀 我只能说 不知道怎么就变成这样 正如观众所说 我总不能说自己 跟着波波一吃了魔力屎吧 寸头也出来刷一刷存在感 总之看到大家都这么强 我就放心了 我们只能投去比一的目光 很快第四波敌人就到来了 我们都猜测 这次是第三波的两倍敌人 也就是八只蓝蟑螂 但没想到是一边八只 不仅有普通幽灵 变成了有实体的蓝蟑螂 而且怪物的数量 呈平方增长 这摆明了不想让我们通过 不过在我和李世夏的努力下 最终还是将这16只蓝蟑螂消灭了 虽然到了最后一波敌人 但大家的表情都不好看 因为他们都猜到 这一次的怪物数量 足足有256只 大叔表示跟管理者抗议了 结果管理者不在 眼看时间就剩20秒 我心里也做出了决断 接着我起身走上前说道 你们去后面趴着吧 我先提醒你们 如果想活命 就按照我说的字 说话间我魔感手臂的威能全开 不出所料 这次出现了数不清的蓝蟑螂 不等他们发起攻击 我已经抬起手臂 接着超强的冲击波 喷射向前方的蓝蟑螂去 但我也没想到这威力这么起 这样下去只能一次结束 想着我将身体转了个大拳 冲击波所过之处 蓝蟑螂灰飞烟灭 方圆十米内寸草不生 大叔和李世夏都惊呆了 这家伙到底是谁 而我的身体开始摇曳 接着魔感手臂脱落 我直接吐出了一口鲜血 这东西比我想象中还要消耗魔力 应该是我装上去的魔石被耗尽 然后把我体内的魔力也吸走了的怨户 终于完成试炼的通知出现了 他们也缓过神过来询问我的伤势 我表示没什么事 李世夏还想追究 我则是看着大叔解释道 只是单纯的魔力逆流而已 大叔是魔法师应该很了解吧 大叔也说如果是这样的话 确实没什么事 所以同学你不要太担心了 李世夏立马侧过身 胡说什么 我可没担心你 这妥妥傲娇女学生人设 这时突然有人发来语音 你究竟是何方神圣 我压根没搭理他 他也被其他观众一阵吵吼 接着我对三人说道 大家确认好奖励就先走吧 看着他们犹豫的样子 我有些郁闷 试炼都结束了 大家各走各的呀 寸头还想说些什么 李世夏就走过来打断他 大叔 我回头看了一下没有做打 只见他突然摘掉面罩 一脸不爽地说道 那个奇怪的大叔 我在叫你呢 观众们知道为什么 他的直播间都是些爸爸粉 你的真名叫什么呀 我一脸问号 刚刚我不是说了吗 我叫金有才 他却说在观众们找不到这个人 文言我思索着其中利比 过了片刻才让他在搜索的时候 加上的数字二 刚说完就不断有提示声传来 我只好设置用户入场不提醒 寸头立马着急了 果然如我所想 他直播间没几个铁粉 都往我这边来了 而我这边的观众都说不想让他们进来 听到我要设置入场全线寸头 才好转一些 相比之下 大叔和李诗夏的直播间并没有多少人过来 这时诗夏他爸打赏了我5000金币 感谢我救了他你们 我表示也是为了通过试炼才救他的 不过真是要感谢您打赏的金币 眼看时间浪费的差不多 大家都开始领取奖励准备离开了 我确实有些为难 这么多人看着 系统应该不会准我吧 这时李诗夏问了一句 说起来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呀 突然一个礼盒掉在他面前 两个老男人张大的嘴巴 因为我的礼盒跟他们的明显不同 还好大小是一样的 我就要打开盒子两张脸就凑了上来 不过你们有什么好看的 观众说他们脸皮太厚了 要是自己的话也看 寸头还一脸不服气 我也不管他们了 第一件奖励是罗顿托的皮质手套 具备能力体温调节和魔力提升 既然管理者要给我英雄级装备 那我也没必要拒绝 大叔看了一眼就离开了 毕竟他的人说这个并不是什么好装备 而寸头一脸善善的说 有大哥让我解开全线 我看都不看就拒绝了 第二个奖励仍旧是五千金币 奖励看完大家也都要道别离开了 大叔最后还感激的跟我道谢 寸头只是点头适应 观众都说那家伙的嘴被沾住了 我表示只是萍水相逢 下次见面说不定就变成敌人了 看着还在冒烟的魔感手臂 我表示还要等他凉了再离开 这是我的背包一动一动 见状我拉开拉链 六只眼睛在里面冒着金光 突然一股脑冲了出来 我顿感不妙 他们该不会是闻到手套上有魔力残余了吧 我连忙将他们抓住 他们拼命挣扎 我说那个不能吃的 文言他们楚楚可怜地看着我 我表示装可怜也没有 突然李世夏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大叔你抱着的是什么 我立马变得不知所措 但又不知道怎么狡辩 而他已经整个人呆住了 原来是波波一闷无意间释放出了谋话光波 这样只是学生的李世夏好一阵忌妒 见状我喊他一声才让他回过神 随即他指着我大骂 好渴 大叔 那个 叉的 以后等着瞧 说完他便灰溜溜逃跑了 留下我独自在风中凌乱 不过我也没那么多时间浪费了 观众们都很担心我的身体 也有人提示下一层用不上力量 而我已经让波波一闷回到背包里 在里面可不能吃手套了 跟大家招呼一声我就要上路了 有个观众直接将第七层的内容说了出来 立马被离开了直播间 让我没想到的是 在第七层遇到了视频里很难缠的杀佩对手 他一眼就看出我早就认识他了 便跟石像撒了三个谎 就被石像五花大绑起来 然后处以凌迟之行 他本应是我以后强大的对手 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人性这种东西在他看来可有可 为了通关 就连自己的妻子也不放过 视频里的我也觉得他非常棘手 我没想到这次在第七层就遇到他 刚看到他的时候我还是有点慌的 虽然只是通过视频看到 但他冷血无情的形象深深印在我脑海中 我尽快恢复了心情 而他微笑问我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金有才 你呢 文言他很深是向我行你 我叫韩志硕 见状我才走上前问道 你进塔之前是做什么的 他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这么快就打探我的情报 你都没确认试炼内容呢 我也不再多说什么 就算看过视频我也没有把握能胜过他 我假装不知情打开简介 如果所想就是个测谎游戏 由十项首先指定的人先开始 两名参与者依次发问 每轮都必须作答 沉默被视为说谎 如果确认对方说谎成功 那十项的眼睛就会亮起几方得分的颜色 认定错误就会亮起对方得分的颜色 如果三只眼睛全部亮起同一个颜色 那十项就会苏醒 观众们都帮我叫惨 因为对方一看就是毫无感情的人 我也在思索该怎么诱导对方说话 等待时间很快过去 十项开始震动 首先指向了韩之说 他摆出耐人寻味的表情 心有才 你进塔之前就认识我吗 观众都觉得他不动脑子就提问 而我知道是我的第一反应露出了破绽 但他应该也不确定 于是我表示不认识他 他果断确认我在说话 毫不知情的观众肯定以为他猜错了 但是结果出乎他们的意料 十项亮起认定正确的蓝光 这回轮到我提问 如果让你去要别人的命又不是试炼 你也没有必要去那么做 那你会照做吗 当然 要多少人的命都行 结果确认他说的是实话 心有才 你早就知道第七层的试炼内容了吗 胡说 我怎么可能知道 他再次判断我在撒谎 结果认定成功 这时的我已经流出冷汗 看来我不应该进来就问他问题了 但我很快就镇定下来 你说要多少人的命都行 那如果其中也包括你的妻子 你会害死他吗 他那张扑克脸也有了血泻慌张 我当然不会害死心爱的妻子 而我果断将圆球放入凹槽 结果确认成功 心有才 你早就知道我已经结婚了吗 我表示没错 十项寂静无声 现在又轮到我来提问了 如果你的妻子跟你来到塔中 你会因为他妨碍你就害死他 并且丢在野外不管了 其实我知道实项是根据客观事实 来判断我们是否说谎 但是本人的心理因素 也会影响实项的判断 他无奈摇头表示不会这么做 我呼出一口浊气 是啊 有点人性的人肯定不会那么做 但是你在说谎 结果确认成功 他也不再隐藏自己的本性 在那里鞭狂地笑着 真是有意思啊 心有才 其实你这是第二次进塔对吗 文言我内心一颤 纠结片刻后回答不是 他却露出得逞的笑容 我劝你还是别再说谎比较好 下一刻他果断将石头放下 结果已确认 十项疯狂俱颤 而后俯身到韩之硕面前 恶神将对用户韩之硕降下惩罚 他一脸的不可置信 而我目光无比坚定 因为我认定自己不是视频里面的金有才 他还想逃跑 就被石像伸出来的触手控制住四肢 而石像已经举起他手中的兵院 临死前他还问我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犹豫片刻才回答 你就当我是之前认识你的人吧 说吧石像的武器已经落下 听着旁边一声声的惨叫我都有点不忍之事 前往第八层的入口随之出现 我表示先确认下奖励吧 这次是罗顿托的英雄级护腕 能力是破魔 这确实是个好能力 也不知道管理者 为什么总是给我罗顿托系列的装备 现在已经获得第三件了 我将护腕带上 心念一动就让他换了颜色 第二个奖励还是五千金币 那接下来我就要前往下一层了 跟观众招呼一声 我就走进传送门 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绿油油的树林 这一层是消灭所有出现的敌人 观众们都在弹幕暗示着什么 而我也没在意那么多 找了棵树就闭上眼睛 时间很快就到了 睁开眼我就看到一只只波波一出现在眼前 只是他们的眼神看起来不太和善 而我依旧不及不还 突然有一只朝我扑了上来 只是跟着三小只吃了一顿石头 就让他们成了我的小顿班 从此我成为了女生都羡慕的存在 因为他们简直不要太可爱 但是他们能咬碎一切的獠牙 又让人望而生畏 本来波波一是不轻易亲近人的 然而我却做到了 不仅是在第一层收服的三小只 在第八层的波波一们 刚见到我就扑了上来 然后在我身上蹭来蹭去 对此我只能默默忍受着 也不知道是我学过基础魔兽学这项技能 还是因为我对他们产生了感情 现在的我能感受到他们的情绪 然而就在我看着眼前这些小可爱事 我的储物背包自行打开了 接着我的后背就遭受三小只的重嘴 他们鼓着小脸似在表达心中的不满 有一只还爬到我的头顶 像是在宣誓主权 我这才意识到他们是在吃醋 就在这时前往第九层的传送门出现了 见状我将本地的波波一放回地上 三小只立马变得洋洋得意 果然真是吃醋了 同时我也想到这里跟第一层一样 只要让波波一对我没有敌 就等同于消灭了所有敌人 现在的我也终于有手确认奖励了 只见一个卷轴凭空掉了出来 我立马打开来跟三小只一起观看 继承了世界术玻利奈波尔坦意志的生命们 因世界术的消亡而无比伤心的生命们 想要重新培育世界术心芽的生命们 只要你们意志坚定 世界术就一定会重新焕发生机 有人表示看不懂 也有人了然于心 在一只魔戒气息的世界术断裂后 阿特罗陷入了巨大的混乱中 而那个扭曲的阿特罗世界 就是第25层试炼的地方 接着我走向一片空地 然后找了个干净的地方直接躺下 大哥们不好意思啊 我得先睡一会儿 说完没多久我的憨声就响起了 波波一们都围在我身边玩闹着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虽然还想再睡一会儿 但感觉身体特别重 不知道多少只波波一压在我身上 我木然起身 他们纷纷跳开 感觉我睡了一个小时左右 我表示现在要出发了 The Love大佬还挺关心我的 带着三小只走到传送门前 回头就看见本地的波波一都摆出恋恋不舍的表情 虽然很不舍 但我知道他们也不会抛下世界术跟我离开的 我只能笑着跟他们道别走进了传送门 第九层是智力类试炼 跟第四层差不多 只是这里有四面墙壁 而且时间只有两个小时 见状我只能无奈叹起 万恶的管理者 你就是看不得我轻松过关是吧 观众们也都为我抱不平 但其实这也没什么 而且现在是两人合作通关的试炼 我上前打了个招呼 他似乎被吓了一条 回过神后 他摘下斗帽展现出他娇好的面容 你头上的那几个是真正的波波一吗 他突然就抓住我的手 天啊 你是怎么做到的 他们真的太可爱了 一股香气扑面而来 我表示还是先通过试炼再聊吧 就如观众所说 竟然敢基于我这个皇帝陛下 他这才放开手 抱歉 我实在太激动了 我叫陈下言 你呢 我也将自己的名字告诉了他 听到他的名字 观众的聊天都热闹去 而我也知道 他是和我同意欺敬他的 比起他的本名 未来他魔女的外号 更被人所熟悉 很多人都是被他善良的外表迷惑 惨遭他的毒手 喜欢波波一的样子 也不过是他装出来了 陈小姐 你自己能把一百个水晶 变成同样的颜色吗 他表现出很努力的样子 表示有很多哥哥在帮他 所以可以试试 虽然对我来说 四面墙也不在话下 但是我不想引起陈下言的注意 于是我放慢了速度 就连观众们也看得出来 我向着身后看了一眼 只见陈下言在那里抱怨着 为什么不行 我知道他肯定在装酸 但也不能因为他导致 连我也被囚禁在这里 那我只好展现一部分实力了 搞定了自己这边后 我去接手了他的那部分 他也表现出很歉疚的样子 在时间还剩下二十分钟时 我就把全部墙壁搞定了 不想那女人就扑了上来 有才你简直就是个天才 观众们都表现得有些不满 而我也将他推开淡然道 凭你的实力 把四面墙的水晶都搞定 也花不了一个小时 不是吗 被识破后他也不装了 他那诡异的笑容 让人看着都寒毛倒数 到了未来才能遇到的女魔头 我就让他把衣服脱了 而他竟也照我说的做 虽然他外表看起来人畜无海 但我知道他是装的 不知道多少好色之徒 惨死在他的手上 而且视频的我也跟他有过接触 通过视频知道 他通过第四层 只用了十分钟不到 在如今第九层的四面墙 根本难不倒他 但他假装一点都不会的样子 我一语道破他的虚问 文言他怪笑几声 金友财先生 你到底是什么人 该不会真的是第二次进他吧 我却是反问他 你觉得可能吗 虽然我也觉得不切实际 但是刚进来的哥哥非要我问一下 看来是韩之硕那边的人 没找到我的直播间 这才去陈下言的直播间 想要打听我的事 其实我也觉得你不是第二次进他 因为你实在太过小心 有可能是重生或者穿越了 文言我的脸阴沉了下来 你怎么会这么觉得 他表示有用回放劝 观看我第七层的试炼 看着我不像是对他熟悉 反而是对那个人很了解 我也知道这魔女很难缠 如果被盯上 就会被他追到塔的尽头 必须摆脱他才行 既然你这么好奇 那我就告诉你吧 他突然将脸贴了上来 是有什么条件吗 你得先把身上的长袍给我 我才能告诉你 他当场实话 而我表示自己很认真 如果你跟我开玩笑 那我是不会放问的 说吧他开始脱掉长袍 脸上有些不爽的说道 看到了吗 现在可以说了吧 这些观众也真是 像是没见过女人似的 我却是伸出手 目光都不曾落在他身上 想什么呢 我是要你的长袍 于是他更不爽了 我真是被你弄得无语死了 这和普通的魔力增强装备不同 这可是很贵的长袍 我一点都不客气地穿在身上 他抱着手追问 现在你也该回答我的问题了 首先说一下 我不是第二次进塔 也没有穿越重生 我只是比其他人 更加了解这座塔的机制而已 你是说你连用户的身份信息都知道 我却是耸耸肩 这个问题只能让你自己思考 可以看出他憋着很大的火气 你还没有告诉我方法呢 我表示换长袍的问题已经回答了 剩下的我没有必要说出来 他整个人无语了 然后又疯癫地笑了 三小只都被吓到了 他好不容易才缓过来 虽然我不能接受你这个答案 但你还挺有意思的 而且 我更喜欢有很多秘密的男人 得到大佬让我不要理他了 见状我也抱起 三小只客气应付了一下 然后转身便要离开 他却是叫住我 你至少告诉我你的真名吧 什么金有才 那种名字怎么可能是真名啊 我遭受严重打击 心想金有才就不能是真名了 一溜烟就跑进了传送门 终于来到了第十层 在这里可以随意设置直播开关 也可以变更频道 而且可以观看 十层以下的主播直播 而那些观众们 也通过我的表现 得到一定报仇 我却跟他们说要去转转 先关掉直播了 然后将三小只放进背包里 戴上东帽这才出发 但我总有一种违和感 这时有个平民 撞到了一名贵族 我心想他应该要没命了 但结果出乎我的意料 那个贵族一脸和蔼的安慰 那个平民女孩 我没想到贵族和平民 竟然能和谐相处 而且他还提到了卡奥利陛下 看来这里和以前不一样了 片刻后的喷泉水是旁边 一个光头大爷正在喂鸽子 我突然走到他面前问 我可以坐您旁边吗 得到应允后我才坐下 请问您在这里生活多长时间了 大爷一脸和谐地回答 时间太长了 我都记不清了 我继续问 那您现在幸福吗 幸福 我都不知道自己 还有没有那种东西 说把他将饲料丢到地上 鸽子们被吓得仓皇飞走 但其中一只被他牢牢握在手中 鸽子想要挣扎 但大手一动不动 大爷的脸也不再是和蔼可亲 而我仍旧十分淡定 您到底在想什么呢 管理者大人 光头强将鸽子的脖子一把掐断 但鸽子依旧能飞向西天 反而是光头强变成了鸽子头 只要他踩一下地面 世界也为之颤落 因为他是这座塔的管理者 所以他几乎无所不能 可我却拒绝成为管理者 接着他只是瞪了我一眼 就让我陷入了阅读幻术中 我知道这是十五层的试炼之地 濒临灭亡的塔尔夏 在这第十五层的试炼中 有源源不断的魔兽袭来 无论那些试炼者如何奋战 那些魔兽也只增不解 这就是一场无休止的斗争 只因远处雪山上 那个巨大的花孤 那是鸣叫种之心脏的诡异之物 它会不停地往外吐出魔兽 所以在塔尔夏彻底灭亡之前 这里会一直重复这样的恶梦 应该说即使灭亡了 这里只会变成魔兽横行的炼鱼 这时的我正看得出神 突然被一个黑影遮住 等我回头只见一张 诡异的血盆大口 我死了 但也从那个幻境中醒来 管理者问我 看到既定的未来后有什么感想 我表示再怎么威胁 我的选择也不会变的 即使是既定的未来 但也被我改变过了 你应该知道吧 毕竟你一直在监视我 管理者恢复了和蔼的微笑 原来你早就知道了呀 果然你很适合成为管理者 我大声反驳 我和视频中的金友才不一样 那你知道那些视频 为什么会传到你手机吗 我坦然说不知道 但绝不会接受你的提议 成为管理者 就算你用试炼威胁 我就放马过来吧 这是鸽子的脖子被他掐断 你就不好奇视频之后的内容吗 如果你好奇的话 我就告诉你 你说吧 毕竟知道总比不知道要好 刚被掐死的鸽子又飞走了 他这才徐徐说道 你觉得这个阿特罗世界 只是为了让用户享受游戏 所以才被创造出来的吗 其实我认为不是 如果我觉得是假的话 才不会浪费时间扮演王子 而是直接干掉李善哉 他也看出我是否定的 然后告诉我 除了我还有几名管理者候选人 而那都是在我入塔之前的事 我反问他 按照你的意思 这里还有很多管理者 还是交接之后 前一任管理者会自动丧失资格 他回答的语气变得沉闷许多 管理者只能有一个 离开这个位置的人都自我了解了 明明我已经尽最大努力建造这座塔 还添加了你们喜欢的直播体系 可即便我不停修复 这个该死的阿特罗世界 他还是不停地出故障 说把他一脚踏向地面 整片空间都为之颤抖 我修不好一边 另一边就会出问题 这个世界的漏洞无穷无尽 就像你做的那个机械手套一样 管理者就比如一口钢 而阿特罗就是钢里的水 我已经成为这口钢太久了 久到我迷失了自我 忘记当初成为管理者的初心 我失去了喜怒哀乐 唯一能感受到的 就是将钢中的水填满到 适合水位线的使命感 其他管理者也一样 仿佛得了强迫症 他们想方设法往自己钢中装水 但无一例外都失败了 有人是因为水钢太小 有人是因为水流太强 我问他 我收到的那些视频到底是什么 他说是担任管理者后的未来 对现在来说应该算是过去 总之就是视频中的金友才发给你 至于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就不得而止了 如果能看透人心 那我就不用这么苦恼了 文言我问出最后的问题 这里和我印象中的地势层出现了偏差 这和我在第五层的试炼 是否有什么特殊原因 听到这话他大笑出声 我就说你比任何人更适合做管理者 你现在的所作所为 和他管理这座塔的过程极其相似 看到你让阿特罗步入正轨我就明白 还是会为了改变这座塔成为管理者 但我却挑衅他道 你别做梦了 即使你这么说我也不会成为管理者 文言他不再废话 身体扭曲的骨头割击作响 然后就变成了一只鸽子飞宝 他的衣物也在我眼前消散 仿佛他从没来过一般 而我现在很想知道视频中的金友才 为什么要把视频发给我 看来只能爬上塔的顶端了 这时波波一们从背包钻出 其中一只对我狂舔 我知道他们是想安慰我 接着我重新打开直播页面 没想到粉丝只少了几个人 看来之前的粉丝只有那几人是地势堂的 想想也是 在第一层看到波波一还留到现在呢 肯定是有实力又有些变态的大佬 而此时弹出可以登上热门直播宝的页面 想到韩之硕和陈下妍的粉丝中存在的威胁 我果断取消了 直播正式开启 我立马向观众们表示欢迎 了大佬问我为什么关闭直播 我敷衍说有点事 而我不知道这位大佬竟然是个小姨妹 怪不得之前陈下妍搔手弄姿的时候 让我别理他 花三秒钟做出的劣质手套 只是随手一跑 就让所有人震惊 但他只能持续输出三秒 三秒过后镶嵌在手套上的模式会耗低能量 而且会给手套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所以我来到第十层后 先是来到克莱伊工坊 本来这里是普兰工坊的 不知道怎么就变成了克莱伊 我走进屋里 里面只有一个未曾谋面的大叔 我看你好像是旅客吧 提前说一声 我这里可不接忌惮 而我只是问他普兰大人在哪 他像看傻子一样看我 你找最牛的匠人当然要去防尘啊 观众都猜出这事管理者在搞鬼 而我也跟他说想修个东西 如果不方便的话 把工作台和材料借我自己修也行 听到我对魔工学有所涉猎 他的态度就变了 我们互相做了自我介绍 随即我拿出机械手套 他一眼就看出来是我敢工作出来 也知道这手套的魔力回路很危险 而他也答应帮我修好 还提醒我去找些魔力石过来测试一下 虽然在第十层开始 就能在社区窗口进行买卖 但上面只有和第十层相匹配的物品 很难见到有魔力石 那我只能去线下拍卖场碰碰运气 传说那可是有钱人才能去的地方 不过在那里买东西也有个缺点 那里不会显示装备的信息 用户只能凭感觉购买 其实我更想买的是血流石 但这东西更是千金难选 这时有人在身后叫我 您是用户吧 我看您穿着长袍应该是魔法师吧 没等我答应 他又叫来了个妹子 竟然当着我的面里蒙我蒙的 他还让我别去自由拍卖场 因为他有一万金币都进不去 而且还看不到装备信息 对了 您要不要参加我们的战队 我们可以帮您迅速通过第十一层 其实我也知道 从第十层以后每通过一层 用户就能回到第十层的自由区域 看来他们是缺少魔法师 于是我转过身表示 自己要去拍卖场办事 不想那女人就上来抓我哥吧 哥哥 我们去找个地方聊一聊怎么样 我立马将她甩开 真的不用了 而且我不是魔法师 那男的也上前嚷嚷 您不去也没必要推人吧 难道我们还能强迫您不成 我也知道自己有点过分 简单道了歉就想离开 这两家伙还在我背后避避 臭小子 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进去 果然我被拦住了 如果您是旅客 请证明您有入场的资格 文言我将自己的金币展现出来 他们立马恭敬放行 我回头礼貌跟那二货点了个头 他们的表情简直不要太好看 我静止走向前台 没想到这里还要进行身份确认 我却迟迟没有下课 观众都开始打去我了 经过一番挣扎 我还是把金有财的名字写上去 但得出的结果不一致 对此我只能无奈叹气 然后在金有财后面加了个数字二 当初我真不该这么草率 我按照要求脱去斗帽 这才往楼下大厅走去 很快我就发现一个熟人 我上前打招呼 你好啊 我们又见面了 李世夏也想不到会在这里碰到我 经过他的同意后 我在他对面坐下 这时服务员过来问我们要喝什么 我只要了一杯水 而李世夏要了一杯可可 饮料上来后我们相对无言 片刻后他才问我来买什么 我也坦然告诉他要买魔力石 毕竟在之前的战斗中 他也见到我的魔力石没有能量 然后我们又没话说了 观众都说尴尬的要当场去世了 突然他满脸通红跟我道歉 我表示都是为了通过试炼 不用放在心上 其实我心里还是挺愧疚的 毕竟那次试炼之所以那么难都是因为我 接着我转移话题问他为什么一直穿着校服 他说那套校服承载着他很多回忆 我点头表示确实应该好好珍惜 其实我也想跟他保好关系 等他通过了第十五层后 就会成长为一等一的高手 于是我邀请他添加好友 他有些诧异的看着我 我表示虽然不是真正的朋友 但也可以互相帮助一下 文言他还是纠结许久才肯接受 然后他问我 大叔你和波波一的关系是怎么变得这么好 我说那是商业机密 他怒骂我一声小气的 刚好这时播报了拍卖开始的通知 他一改之前娇滴滴的模样冷声的 真扫兴 不久后我来到拍卖会场坐下 首先就要等拍卖员说完一堆废话 然后才上了第一个拍品红色地龙蛋 虽然我学过魔兽学不难迅速他 但是长大后他有三米长 跟他在一起反而很显眼 不知不觉到了第八件拍品 拍卖员说那是一件非常神秘的拍品 克拉迪公爵千金的一条项链 制作者不小 材料也未知 起拍价是一万金币 很多人看来这顶多是个装饰品 但我立马举起拍子 我出一万金币 只是一条华而不实的项链 我却愿意花一万金币拍下它 因为它上面的红宝石正是我寻找已久的血流石 但在这个拍卖行里 即使是用户也不能看到物品的属性 大多数人都当它是一件装饰品 就在我志在必得时 47号布克喊出了一万一千金币 它是当地鼎鼎有名的宝石爱好者格雷一代 戴尔家族的生意确实是涉及魔力石领域 但我听说这个小女儿对生意上的事并不感兴趣 难道她也看出那是千金难寻的血流石 她也注意到我的目光 还冲我眨了眨眼 我顿时怒从心头起 当即喊出了一万二的高价 但那个女人穷追不舍 最后竟然叫到了两万金币 虽然血流石确实是个宝贝 但我也不是现在非得到不可 这次就先买一块普通的魔力石吧 在我思索间 70号布克喊出两万一千金币 而那人正是李世夏 于是两个女人又上演了一场追逐战 最后李世夏以三万金币拿下了这条项链 虽然没买到血流石有点可惜 但幸运的是 我只花了六千金币就拍下了一块不错的魔力石 这时我发现李世夏正站在门口 他把玩着血流石冲我说道 怎么这么磨蹭 我还以为你先走了 不等我说话 他就把项链递到我面前 送你了 赶紧收下吧 我狐疑地望着他 为什么把他给我 他对我的眼神表示不满 然后直接将项链塞到我手里 给你就收着 我不会反悔的 其实这个也是魔力石吧 看你唯独对他那么执着我就看出来 但我还是很好奇 他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金币没给我 他反而有点不好意思 你不是说要和我做朋友吗 朋友之间送的礼物不是很正常吗 我刚想说什么他转身欲总 以后见面可别装作不认识我 如观众所说 好在他不知道我正在直播 不然表情肯定会很好看 而我还在琢磨他送这东西给我的原因 难道是看我上次表现不错 想跟我搞好关系 但他又不是这种人 女人的心果然是很难猜 而李世夏走出去没多远便嘀咕着 这个大叔真的不认识我了吗 原来在他还小的时候 他正在烦恼新学校的校服 为什么会那么贵 那是我恰好从校长办公室出来 我随意提了一句 小妹妹 要好好听校长的话哦 李世夏也没太当回事 他走进办公室跟校长说 没钱买校服的事 校长让他不用担心 正好刚才有人给我们学校赞助 让我给孩子们买校服 可能是他不好意思吧 他还叫我跟你们保密 李世夏立马联想到了 刚刚出去的大叔 算了 他不记得我也没关系 而我离开拍卖场后 便来到了克莱伊工坊 克莱伊也没想到我会提前过来 我打量他正在制作的物点 感觉有些眼熟 经他一说 我才知道这特么是我的那只手套 这和之前的根本就不是一个档子 克莱伊爽朗大笑 我们魔宫者就是喜欢做到最好 于是我也拿出那条项链 但是这血流石比我想象中要小 还想说让您帮我调节一下凹槽的大小呢 没想到你已经做得差不多了 克莱伊示意我放心 一开始看到这只手套的构造时 我就发现他需要消耗魔力石了 我也知道每一块魔力石大小对 所以我给手套加了个机关 让他可以使用大小不同的魔力石 我还是直接演示给您看吧 说吧 他按下手套上的一个按钮 安装魔力石的凹槽就出现了 接着他把血流石放了上去 这时就有五根固定支架 将血流石牢牢固定住 这样您就不用担心魔力石的大小了 想要更换魔力石 只需要按两次那个按影就行了 我真是感动得不得了 可是您做得这么好 那费用 有了大佬立马出声 钱不够的话尽管开口 然而克莱伊却黑黑说道 我觉得修理这个挺有意思的 就不收取费用了 现在我还要一个小时收尾 您在外面等一下 于是一个小时后 我才走出克莱伊工坊 观众们让我留在地势层参观一下 但我说不去了 我打算明天就去挑战11层 至于今晚就好好睡一点 怎知我睡得正香 只感觉有东西在我身上动来动去 是其中的一只波波伊 而此时他的肚子咕噜噜叫着 突然他就朝我张开大嘴 表可可爱的波波伊 趁我睡觉的时候 竟然朝我张开血盆大口 原来他只是给我洗脸 我问他怎么了 只见他砸巴着小嘴 然后在我身上蹭来蹭去的 另外两只也过来吵不停 我看出来他们是肚子饿了 我示意他们等一下 然后打开直播间 没想到观看人数直达200 我心想大家都不睡觉的嘛 总共也才227个粉丝 这样看来他们都在等着我拍直播 接着我拿出花了6000金币买的魔力石 眼都不眨一下就扔给了三小只 他们立马狼吞虎咽的吃了起来 这时有位观众问我想好手套的名字了 当初我戴上手套 就直观感受到比之前的好太多了 但是克莱伊说什么也不肯说 只让我给他取个好名字 我表示名字当然要慢慢想 毕竟随便乱取的话 我跟克莱伊的约定就显得毫无意义 整理好后我来到城外的传送口 虽然他就明目张胆地挂在路中间 其实只有用户才能进入传送门 而阿特罗当地人连看都是看不见的 我也没想到换了个冷清的频道还这么多人 有观众问我为什么不加入战队再去闯关 毕竟随机匹配的队友都很垃圾 我也知道从第11层后会出现很多合作试炼 大多数用户都会在目击公告加入战队再前去闯关 其实我也想和那些从第一层就开始关注我的观众合作 但不知道管理者会在11层做什么要 当下还是先自己确认一下吧 我不希望连累到这些忠实的观众 至于难度更没必要纠结了 只要管理者不太过分 困难及对我来说也不难 选择完毕我就走进传送门 刚进去就看到一男一女在面对面 这层的试炼需要三名用户 要和怪物进行对战且获得胜利 那位女士见到我穿着长袍立马喜笑颜开 我礼貌跟他们打了声招呼才走过去 也暗暗打量了他们的武器 怪不得见到我这身装扮会如此激怒 男骑士指着我的手套问道 你是魔法师对吧 我坦然告诉他们我是魔工者 听到这答案他们显得很是苦恼 女骑士也表示现在情况不容乐观 还问我准备了多少件辅助装备 我说只带了一个 他更加失落了 很快准备时间结束 男骑士在一旁祈祷 出现大海蛇吧 那样的就算来十个我也不怕 这时海面一阵翻口 见状那对男女都觉得这次要凉凉了 我也被他们搞得有些紧张 难道是管理者又耍了什么手 突然一声熟悉的咆哮声从海里传来 我正想着在哪里听到过这声音 就见到一个绿油油的头从海里冒出 等他完全出来我突然就泄起了 这不是我在第二层的老朋友小龟龟吗 看来我也没必要使用 那个博人眼球的机械手套 于是我用罗顿托手套制造出一把 不过这个装备如果调节不好硬度 很有可能会锻炼 接着我走到二人身前说道 你们别管了 这家伙让我对付就行 他们还在犹豫不决 但龙龟已经发飙了 我急忙到 不想死就给我躲到一边 只见龙龟一头砸向地面 他盯住那二人的方向 而我正在另一边看着 有他们做诱饵我倒是方便很多 接着我冒着蓝光窜到龙龟前脚下 一斧子砍下 斧子硬生断裂 好在也把龙龟的前腿砍出了一道火口 他顿时疼得嗷嗷大剪 而我向着掉出去的斧头伸出手 那斧头立马背回斧饼上且融合在一起 而龙龟却将四肢缩回了龟壳 观众们都让我快点干掉他 如果回到水里就麻烦了 我也庆幸他只是在原地疗伤 然后一跃就到了他的背上 看来我的身体机能提高了不少 在第二层可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到龙龟背上 有些观众也知道我接下来要干什么 这时龙龟拼命晃动身子企图把我摇下去 我却是闻刺不动 而且已经选好了尖刺 一斧子将它砍下 就见到它的龟壳开始冒红光 看来它是要自爆 我立马疯狂逃窜 然后将尖刺抛向空中 跟着纵身一跃 正好来到尖刺旁边 看准了时机才一斧子拍向尖刺 尖刺刺入了没有缩近龟壳的肉 接着响起一连串的爆炸声 等烟尘散去时 龙龟已经躺在地上没了声息 很快分别通往第十二层和第十层的传送门便出现 我将斧子融回手套 就见到二人过来道谢了 我表示不用谢 反正我也要通过失恋了 谢完你们就出发吧 那男的还想问我的名字 我立马阴沉着脸 赶紧走吧 果然一提到名字这些观众就跑出来打救 我立马岔开话题 既然他们走了就来看看奖励吧 第九层的奖励盒也还没领取 接着一个木质礼盒和一个精美礼盒同时掉出 我首先打开了本层的木质礼盒 里面只有一千金币 压空间背包承重提升券 还有最低级的魔力石 看来管理者真的没有干扰这层的试炼 然后我又打开第九层的奖励盒 果然又是五千金币 还有一个让我大吃一惊的东西 我不要钱捡来的波波衣 竟然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大恐怖 可他们从来都不攻击我 但也不能够明目张胆的试炼 因此我只能让他们躲进背包里 今天我来到没人的公园 背包就自行拉开拉链 接着几个大脑袋钻了出来 立马蹦到地上散步 我在身后叮嘱他们 不能走太远哦 为首的波波衣应了一声 见此一幕我这个老父亲也是很欣慰的 接着我询问观众 我想给他们取名字 大家有什么好意见吗 听到我的话他们似乎很开心 我表示现在跟他们有了感情 如果笼统都叫波波衣的话感觉不太好 有个用户立马打赏一千金币发来语音 我顺一 我斗一 我疏一怎么样 我黑着脸说不怎么样 其他人的想法更是千奇百怪 刚好有人点醒了我 我立马打开商店找到 关于魔兽学相关的技能书 跟其他技能一笔简直便宜到宝 但想想也是 谁没事会买这东西啊 于是我毫不犹豫将三本全买了 只见技能书融入体内 不到一秒钟我就掌握了这三个技能 这样确实挺方便的 唯一不足的就是吸收知识后会感到头晕目眩 三小只不知何时也来到了深浅 他们好像在担心我 应该是新学会的技能的缘故 我能向他们传递我对他们的感情吗 这是我之前从没有过的体验 我猛然站起身 我决定了 就从慈爱女神普拉夏的名字中取两个字 贪吃又会体贴照顾其他小伙伴的伯伯一 就叫你拉夏吧 希望普拉夏永远逼佑你 遇到危险总会挺身而出的小家伙 就用勇猛之神拉斯科丁的名字 所以你就叫科丁 还有最后的伯伯一 三个当中就属你最有眼力见 也从智慧女神塔贝林的名字中取两个字 所以你往后的名字就叫贝林 得到名字后他们也很开心 我刚跟他们另外一会儿 这才想起来自己正在直播 我干咳两声故作镇定 既然他们的名字已经取好了 那我们现在就前往十二层了 至于拉夏 科丁 贝林 你们还是先躲在背包里吧 看到观众们都于心不忍 我让他们再忍忍吧 等到十五层之后我再想办法 话是这么说 不过我自己心里也很不适滋味 也不知道是不是新技能的原因 当我来到十二层时 这里已经聚集了三个人了 一名骑士立马打招呼 你好 我叫金子润 我也跟他说我叫金有才 休闲装妹子也上来说出他的名字 不过你这身装扮还真特别啊 我在商店都没有见过 我表示不知道怎么就有了这个装备 对了还有一名队友 只见那人看起来呆呆的 那眼神简直让我无法指使 你为什么一直盯着我啊 他支支吾吾说着 刚才你自己 不对 您自己说叫做金有才对吧 我的神情立马冷了下来 我的名字有什么问题吗 请问 您是皇帝 我顿感不妙 一闪身就捂住他的嘴巴 我威胁他别再说了 他连忙点头 他刚想跪下就又被我制止了 可是我至少要做些什么吧 我扶而常探 你什么都别做 赶紧自我介绍吧 文言他立马向我敬礼 是 您好 我叫郑上俊 我有点无语了 本以为在地诗层只踢出去了八个人 不会碰到他们的 早知道我换到外国的频道了 这时李小秀也过来询问 看来你们早就认识了呀 我抢先一步回答 没错 我们在第十一层见过 金子润却是一脸狐疑 你好奇怪呀 刚刚还在炫耀装备的 现在怎么怂了 我怎么敢在 你给我闭嘴 我立马阻止他胡言乱你 接着我扯开话题 说互相介绍自己的情况 这一男一女离开战队已久 观众也不多 所以没得到关于十二层的情报 至于郑上俊 他被战队清退后一直无事可做 结果刷到一个超级厉害的 通过打赏最后得到了很多分 所以现在才有钱买装备 金子润表示现在时间不多了 要开始安排站位 郑上俊看到他出头也是无脑伤 我说算了 知道他挑战过第十二层 让他来指定站位没问题吧 但金子润知道 我选了魔攻者后就不淡定 对此我早有预料 我表示自己会全力以赴的 这是一只会骂人的猿人 如果谁在他面前装背 就会被他骂是小菜鸡 而且他们的学习能力非常强 只要一招打不死他 就很容易被他反攻 特别不能对他们 使用剑术之类的技能 郑上俊用自己的经验 为大家讲解 金子润顿时勃然大怒 那我们在第五层学习的技能 不就是要用的吗 现在你告诉我说不能用技能 难道只能靠蛮力吗 所以郑上俊才觉得 匹配到第一次挑战的人很偷偷 总之你自己试试就知道 接着他就朝我走回来 金友财大哥 您明明可以独自通过这一层试炼 是想要隐藏实力吗 我说自己不想装作很厉害的样子 什么叫装啊 你明明就很厉害啊 然而试炼很快就要开始了 我也懒得跟他半嘴 招呼一声大家准备好 就看到猿人正快速接近 他们嘴里齐刷刷喊着拉酷喊 而郑上俊已经满头大汗 因为见识过这些猿人的可怕 现在他更加没有信心了 我示意他冷静点 不会有人丧命的 只要大家不要逞强就没事 金字润果然是信心十足 不要怂 他们连武器都没有 一共16只 我们每人解决四只就行了 说吧他就自己冲了出去 队长就归我了 大家等着分金币吧 这种迷之自信 让观众们想起了第七层的那个车 而我们的站位也没用了 郑上俊问我要怎么办 我表示先看看再说 这家伙是个骑士没那么容易丧命 有些人总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即使我现在出手帮他了 他以后也是难逃一死 还是让他亲身经历比较好 而猿人的领头是一手下的不要动 然后对着金字润大喊一声拉酷喊 就独自走出队伍中 金字润站近才发现这猿人最少有三米包 只见猿人指着他说道 苏米哈 忽兰巴 观众很好奇他在说什么 虽然我也不能完全听懂 但我能感觉到他是个老怪物 为了不被年轻一代取代 他只能将求生欲望转化成强烈的斗志 金字润自信一笑 竟然还敢挑衅我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要是退缩我可就丢人了 想着他便独自冲向猿人首领 不想猿人首领微微偏身就躲过他的徒子 金字润鞭腿追击还是落空 既然普通攻击不行 那我就用技能 想着他已经将魔力注入长枪 然后以迅雷不及眼而知识朝首领志趣 却被首领轻松躲开 首领一脚将他的武器踩住 紧接着举着拳头朝金字润抡去 而没了武器的金字润只能等死 只听见筐的一声 猿人首领的拳头被我稳稳抓住 看他还在发呆我让他赶紧后退 他这次倒是乖乖爬走 而我也不像看起来那么轻松 也知道这家伙越拖到后面越难对了 必须尽快结束战斗 这时他已经举起另一只手 我瞧准时机将他打飞 立马低下头躲过他的拳头 趁着他后仰的刹那 一把利刃刺入他的胸膛 接着我看向那群猿人 他们无一步胆战心惊 我毫不犹豫向他们冲去 只用了不到十秒钟 我就将他们统统斩于腹下 很快两个传送口就出现了 李小秀问我是不是通过了第十九层的老手 我说就当我是通过第十九层了吧 在临别前金字润问了个问题 那你知道刚刚猿人首领那句苏米哈是什么意思吗 这个答案对我很重要 因为他的眼神就是像看垃圾一样 我也跟他明说苏米哈是小菜鸡的意思 文言他老脸一红 竟然连妹子都不管就跑了 郑上俊也善善上来道别 我只是个小垃圾就不多逗留了 说不定您的观众正在骂我呢 我却问他是不是从第一层就开始看我的直播的 得知他是在我第二层才开始关注的 我还是跟他说了声谢谢 你才在第十层就给我打伤挺不容易的 真的谢谢你啊 文言他誓然一笑 您真的太客气了 我也是因为您才赚到精力的 说着他又跪下来行李 希望您能早日通过一百层 也祝您永远幸福 这反而让我有些手忙脚乱了 没等我说什么 他已经朝船送门跳去 嘴里还大喊一声波波音 我也是一脸猛逼 看来这家伙刚刚撒谎了 肯定也是第一层看到现在的 搞得观众们又开始打救 我只好接着看奖励的事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没有了管理者的干预 果然奖励都很普通 我跟观众说我要回一趟第十层 变更一下频道再前往第十三层 最后我变更为M国的频道 没想到我的运气真多差 竟然碰到了无恶不作的黑鞋战队 我只是站定在原地 就能让身后的数条恶卷丧命 这都是因为我得到了 罗顿托系列的外套 我可以随意控制这件外套的材质和外形 但我还是装作一个小菜机 我来到十三层就走到火堆旁 一个光头立马问我是否第一次进十三层 虽然在他里面可以自动翻译 但他通过我的口型就知道我不是赖国人 不得不说他观察的挺细致 他顿时哈哈大笑 爽朗爆出自己的名字 还问我是不是在直播 我说没有 根本就没几个人看我的直播 接着光头就跟我介绍其他人 虽然他看起来和蔼可亲 但我早就知道他们的真实深刻 观众们也一眼就能看出他们是强盗 他们正是无恶不作的黑鞋战队 一般都是像现在一样组建一个六人小队进入附屋 然后等待其他两个人进来 之后对他们进行敲诈乐损 如果拿不出金币的话甚至会杀人灭口 在视频中见识过他们的恶行 我实在没办法放他们一马 隔止我是魔攻者光头更是开心 他让我只要在后方辅助就行 终于系统显示人员集结完毕 接着一红毛亮枪走出传送口 光头立马热情地迎上去 这名叫红毛的杰克也够惨烂 刚在十二层被一伙强盗拦住 现在又被盯上了 旁边一人听到都忍不住笑出了声 杰克顿时勃然大怒 光头只能在一旁狡辩 他是为杰克的劫后余生感到高兴 很快试炼就开始了 杰克也被安排在后方支援 随即连绵不绝的狗肺声响起 一条条剧毒恶犬出现在雪地上 杰克还提醒光头他们想星 而光头想着先解决二十只 留二十只用来实施计划 不等他们和恶犬先动手 我立马手起刀落 先干掉了一条恶犬 光头也很疑惑我什么时候窜到前面来的 而身后数条恶犬已经朝我扑来 但下一刻他们统统被穿成了狗肉船 我却一脸淡然道 看来你们并不是真心想要战斗 正常人根本不会在那里大喊 而是过来帮忙 光头倒是先注意到了我身上的装备 我说这就是一件普通的装备 光头见状下令集合 看来他意识到我的威胁比那些恶犬更大 身后的恶犬也都面向我 魔兽的直觉果然比人类更明感 眼见被光头一伙和恶犬前后夹击 我仍旧不急不缓问道 你们这是想干嘛 光头却是一脸争鸣 你是赏金猎人吗 别说什么魔攻者 你身上穿的就是罗顿托系列的装备 除了骑士没人能扛住这些装备带来的副带 我也实话告诉你 像你这种猎人我们解决掉了很多 文言我将武器融回手套中 你说我不是魔攻者 那我就让你们看看有趣的东西 说吧我将机械手套展示出来 手套闪烁着阵阵蓝光 此时恶犬都朝我冲了过 下一刻我消失在原地 领头的两头恶犬被我一拳轰杀 其他恶犬已经瑟瑟发抖了 但我也不打算给它们活命的机会 剑撞光头也感到不妙 它给树上的刺客使了个眼色 而我还在盯着眼前的恶犬 感受到威胁后它们聚集到了一起 这正和我心意 想着我已经抬起手 接着一发能量炮轰出 地面被离出一道沟壳 仅剩一只被烧成焦炭的恶犬躺在那里 看到这样的结果我很是满意 虽然威力没有上次那么苦 但是大幅度降低了魔力的消耗 反冲击力也比之前小了很多 在此时我身后的树上 正蹲着一个透明人影 想到我刚解决掉魔兽 正式放松警惕的时候 它便朝我俯冲下来 而我似是毫无防备的打量手套 但下一刻它就被我的外套刺穿手臂 通关的提示音响起 传送门也随之出现 剩下的强盗一股脑地朝传送门跑去 我一个闪身就来到他们身前 事情还没谈 各位急着去哪呢 几人都哑口无言 而我指着传送门一脸微笑 杰克先生 你先过去吧 等他走后我依旧维持和蔼的笑脸 如果你们好好配合的话 应该不会花很长时间 所以你们都有多少精力呢 文言几人微微后退 一黄毛神情复杂地开口 这位道友 我们之间可能有什么误会 面对他的话我不为所动 因为我明白如果任由他们发展下去 他们只会做出更令人发指的恶事 紫毛刚开口就被我用装备恶住 我先说一下规定吧 第一没有我的提问 所有人都不能开口 第二不能说谎 说吧我将紫毛甩到地上 既然没有意见 那我就当你们听懂了 男人因为多说了一句话 他用来说话的工具就掉到了地上 明明我刚才就说过了 只有我问问题的时候 他们才可以开口 可宗毛这小子以为我是那种大善人 竟然敢对我指手画脚的 还想怂恿同伴上来抢我的装备 然而其他人大气都不敢出 等他意识到伙伴的表情不对时 一条仿佛触手的东西已经来到他面前 忽然就卷住了他的舌头 我淡然开口讲解 大家看好了 这就是违反规定的下场 说完我意念一动 一个物体掉到了地上 你们现在谁还有意见就现在提出来 片刻后我怂怂间 既然没人说话我就当你们同意了 你们谁有药水就先给他治疗一下吧 得到英允的紫毛立马过去扶住宗毛 现在光头老先生请到前面来 文言光头胆战心惊走上前 我立马给他点了个大赞 光头先生 虽然你在别人眼里是最该万死的人渣 但你的队员们都觉得你是个好队长 光头若若问了句 你到底想说什么 而我让他同意我的好友申请 他显得十分震惊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秘称的 我立马恶狠狠瞪着他 第一条规定 他见状也不敢多说什么 剩下的人转过去 伤员可以先坐下休息 我又明知顾问光头 刚才我有说过你是个好队长吗 光头觉得我的问题莫名其妙 但只能我问什么他答应 既然如此 那你的追求肯定不止于眼前 所以你应该做好冲向第二十层的准备了吧 还有你队友那些金币 想必你应该毫无保留给他们提过意见 现在请你将每个队员身上带着的金币数量 通过好友信息发给我吧 我劝你最好不要说谎 如果数额出现较大误差的话 我会很失望 我之所以搞得这么麻烦 是因为塔中设有不能随便抢走别人金币的设定 如果用户死亡 那他们的金币会一起消失 所以光头一伙 才用那么麻烦的方式勒索钱财 光头却是不肯了 我们可是患难与共的兄弟 你这么做到底有什么目的 这时我富尔跟他说 不久后你会在第二十层取得很大的成功 到时候你会说你最后悔的就是太着急往上爬 放弃了藏在第十层地下的魔力石 听到这话他不再淡定 其实我从视频中知道光头生性多疑 他担心队友拿着金币死掉 所以用金币买了魔力石藏了起来 因为魔力石就像现实中的黄金一样价值波动很小 这样吧 只要你们把现在所有的金币交出来 我就不碰你们的魔力石 还能将你们送去第十层 光头认真思索 这家伙能知道我的逆场 想必要找出魔力石也不是难事 接着他将队友所持有的金币数量通过短信发了给我 见状我叫住刚刚那个乱说话的踪毛 如果你身上的金币超过两千就点头 没超过就摇头 文言他摇了摇头 奇怪了 光头先生告诉我 截止昨天你还有三千金币 他立马拼命点头 我露出和善的微笑 不要再跟我开玩笑了 从现在开始你们要是私藏一枚金币 就别想活着回去了 最后他们一共献出了一万两千金币 比光头先生说的少了一百五十枚 一顿饭钱我就不计较了 现在我再问一遍 你们真的一枚金币都没有私藏吗 文言他们忐忑地点头 接着我又让他们将所有的药水浇上来 拿到东西后我走到传送门前 很好 现在是时候说再见了 听到这话他们感到劫后余生的喜悦 而我的罗顿脱外套又扭曲起来 接着雪地上响起六声惨叫 他们或爬或躺在地上 我淡淡说道 你们有人骚扰孩子 有人一天谋害一个人 还有些人做的事更是最不可舍 真是一群人渣 他们只能无能怒吼 这时我揪起其中一人告诉他们 后面第十四层的试炼是迷宫 那是六个人合作才能进行的试炼 既然你们现在刚好六个人 那我就帮你们一把吧 说着我拖着他走向十四层的传送门 然后将第一个人甩了进去 至于说我为什么不信属成梦 那是因为你们手里肯定还有金币 这时我的奖励盒已经掉到脚下 毕竟就算你们通过了好几次十三层 至少每人都会有一枚金币的奖励不是吗 光头也是恍然大悟 你这分明就是耍赖 混蛋 我会诅咒你一辈子 我对他的话我充而不稳 在失去一条腿的情况下 想要通过十四层简直比登天还难 观众们也才发现我是个善良的友才青年 接下来就是确认奖励缓解 这次的奖励依旧很普通 我跟观众说了一声 然后走向十四层的传送门 第十四层已经有五个人等在里面 看他们的关系好像已非同一般 那些是一元一只的波波衣 他们每天都要吃上百斤石头 并不是我逼着他们吃 而是他们真的喜欢吃 让我没想到的是 他们不仅喜欢吃那些富含魔力的魔力石 就连普通的大理石也都能消化 不仅如此 他们还想让我跟着他们一起吃 这东西我当然是咬不动了 就在刚刚我来到第十四层 这是个迷宫试炼 迷宫的面积和各成员的难度总和成证 我刚进来就看到先来的用户在讨论 为首的大胡子来到我身前 看到我独自一人 而且是东方面口 他也觉得不可思议 接着他跟我介绍其他四名队友 我说出自己的疑惑 你们是第一次挑战第十四层吗 感觉你们认识很久了 他们应该知道第十四层是六人试炼 但他们的队伍只有五个人 原来他们有一个人在十三层受伤 所以回到第十层疗伤了 本来大胡子他们想等他好的再一起通关了 但是那个队友坚决不同意 他还示意我不用担心 他们不是什么坏人 其实我没有担心 只是觉得有点可惜 互相认识后 我们开始讨论如何攻略这个迷宫 规则很简单 就是从东南西北四个点出发 只要有人能抵达迷宫的中心 就算是完全任务 但这个迷宫每次试炼的通关路线都不确定 迷宫的面积也不固定 所以更多的是要靠运气 而在四个方向中 只有其中一个方向的怪物和陷阱比较少 即使这样 大胡子也不建议单独行动 因为选错了倒不好就会丧命 但对我来说跟别人同行法会为首未尽 所以我决定了 我自己单独走一条岛 你们五人一起走 大胡子立马沉不住气 你把我们当什么人啊 虽然只是第一次见面 但我们怎么能让你独自冒险 而我给了他们明确的答案 以我的能力完全可以通过这一层 大胡子依旧不依不饶 生怕我白白送死 所以说我觉得队友太善良也是一种处的 接着我斩钉截铁地说 在你们出发之前我就站在这里不动 你们自己决定吧 大胡子他们这才妥协 最后他还送给我一瓶恢复药水 总之你觉得危险就停下来 凭我们五个人的实力肯定能破解秘工的 我答应说好 看到他们在原地消失 我这才从北边出发 而他们刚进去的时候还是挺顺利的 还有闲心关心我这个陌生人是否安全 不久后他们就遭遇到棘手的吸血生物 他们是第14层最棘手的存在 因为他们的血液可以腐蚀武器 现在大胡子一行人 已经凑不到一件像样的武器 就在他们不知道接下来如何是好的时候 一旁的石墙后传来石头崩坏的声音 还有某种生物的可爱叫声 突然时必出现一个缺口 而我就站在缺口中间 我扯着嘴角跟他们打招呼 大家都没事吧 而在不久前我刚传送到北边的出发地 贝林就自己钻了出来 我有点好奇他要干什么 接着他让我把他放在地上 我问他是不是肚子饿了 只见他摇了摇头 然后蹦蹦跳跳去石壁那边 我还以为他是想方便一下 没想到他就露出獠牙 那些变态观众竟然觉得这样也可爱 接着他对着石壁一顿狂看 难道是那些黑色墙壁有魔力 但我从来都没听说有黑色的魔力石 看他还全身发出了蓝光 连观众们也有些好奇了 这是另外两只也跳了出来 贝林跟他们沟通了两句 然后他们也大口开吃 我有些顾名所以 明明我有空就会拿魔力石喂给他们 贝林看到我的异常 然后拖着一块石头走到我脚下 举着叫了一声波波衣 我拿过石头说自己没有生气 谢谢你了贝林 接着我将机械手套拿出 然后将血流式换成贝林给我的石头 如果这是魔力石的话 我的手套就会紧 但结果让我有点失望 看来不是魔力石 但有三小只的宽位 我很快就重新震怒 那我们继续出发吧 如观众所说 飞过或者越过墙壁会遭到惩罚 但是从墙壁中间穿过我也不知道 在碰到一个岔路口后 我正想着走哪边好 这是不远处升起一道光柱 是吸血生物弄出的动静 看来大胡子他们也在那边 于是我问波波衣们能打通这种墙吗 闻言拉下就跳了下来 他全身冒着蓝光张着大肚 竟然一下就将墙壁打通了 他头也不回地往前面跑 我跟观众们说了一声就追上去 但我光是跑的速度都跟不上他凿墙的速度 等等 那面墙先别打穿 但是他还是一下就弄穿了 还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 我立马将他抱起来让他们安静 然后将他们藏在背后这才走出去 还没结婚却带着三个娃 为了我以后的幸福着想 我不得不将他们藏起来 可他们实在太能试了 而且还很能闯过 本来好好的迷宫试炼 被他们当成了打动游戏 刚刚差点就被大胡子一行人给发现了 他们倒是没发现波波衣们 只是觉得被弄成这样有点尴尬 而我也趁机找借口溜走 既然你们已经没有装备防身了 那就在这里等着吧 我们待会儿见 说话间我快速后退 很快就消失在他们的视野中 其中的女魔法师 这才说出心里的疑问 我刚刚好像听见波波衣的声音了 但那也可能是有才先生发出来的吧 而我到了角落才放下心 接着我将波波衣们放到地上 小家伙们冲吧 只要朝着有光柱的方向前进就可以 于是他们一路吹吹拉起 很快就将最后一面墙打通 光柱就在眼前 三小只欢呼雀跃着 但下一刻就被我装回背包里 因为等会那些人也会被传送过来 收好波波衣 我这才触摸光柱 接着通关试炼的提示声响起 大胡子一行人很是惊讶 但下一刻就变成了兴起 然后随着两个传送门一同出现 大胡子两步上前 直接给我一个熊抱 这家伙竟然还用上了骑士之力 这是想把我暴死吧 多亏你我们才能通关 虽然想送些金币感谢你 但我们都是穷光蛋 其他人也纷纷向我道歉 然后跟我道别说 回到第十层看望他们的朋友 等他们走后 我开始思考第十五层的试炼内容 那是在阿特罗北部地区进行的试炼 在那里可以学到很多技能提升战斗 如果没有管理者干预的话 凭我的实力肯定能轻松通过 但上次他给我看到的那些画面 总觉得不是单纯的幻想 观众们也看出来 我是担心十五层的试炼 但我连忙岔开话题 表示确认一下奖励在出发 这次的箱子依旧很普通 里面的奖励更加普通 只有一千金币和一百长剑 我刚想说出发的 有位观众就打赏我一千金币 还说要成为我的箱子 张嘴金币来了 说把所有观众或多或少都给我打赏 我只能善善跟他们道谢 然后我走向第十层的传送口 虽然我想现在就去第十五层 但我还得回第十层稍作修整 而且第十层还有我必须要带走的东西 回到第十层我就来到旅客管理所 我说要打探黑蟹战队的住址 然后按照工作人员的要求填好资料 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为了找到黑蟹战队的住址 我足足换了87个频道 去了87次旅客管理所 最后终于是被我找到 这是一个昏暗的小巷子 跟那帮人渣倒是很搭 接着我先试着敲了敲门 得知没人就直接上脚踹 进到房间我就露出一抹坏笑 比起让我自己慢慢找 我有更快的方法 那就是三只魔力石雷达 然后我拿出一小块魔力石 这是魔力石的味道 你们能找到它吗 得到指令它们立马分散了 很快拉下就开心的在原地蹦了 看来魔力石就藏在这个位置 我粗鲁的一脚踩烂地面 地板下大大小小的魔力石显露出来 我此时的嘴角比AK还难压一些 片刻后我将背包装的满满当当的 波波衣们在旁边看着流口水 最后我还是留了几块给他们当零食 然后我通过交易系统 将那些垃圾东西全卖掉 只给自己留下一些手套用的魔力石 没想到所有金币已经高达8万多了 去到20层也能买完罗顿托系列装备了 而观众们已经开始催促我前往第15层了 他们还问我是不是用量国的频道 我表示要换回自己国家的 毕竟我还想要获得关注奖励 虽然可能会偶遇关注 但涨粉才是最重要的 而这次我在第15层要学习骑士技能 因为那里是获得骑士之力的最佳场所 而且想要完美掌控罗顿托系列 也必须提高我的身体技能 想着我走进传送门 但我为什么会出现在城门外 本来第15层的用户是聚集在城市中间的试炼之源 而且时间好像静止了 明明之前用户都是可以边聊天边等待的 这难道又是管理者搞的鬼 我一步踏出 这才响起人员集结完毕的通知 接着寒风才正常刮来 我快速走向城门口 必须要先去试炼之源才行 正想着一道浑厚的声音响起 你是谁 我好像没见过你 看你穿的是锦衣华服 难道你也是旅客吗 我复杂的跟他打招呼 同时不动声色的往后退去 观众们也叫我快点跑 开局都是出现在新手村 但我却碰到了终极大王 他是太阳战士长巴拉哈姆 在他耳下战士中也是首屈一指的人 但现在竟然出现在这座不起眼的城楼上 在他的内心深处 埋藏着对帝国的憎恨 而这些憎恨源于他死去的儿子 他的儿子只是跟帝国高层起了一点小摩擦 暗地里就遭到了谋害 自那之后 哈姆甚至会把怨气发泄在鱼壳身上 刚看到我他就要和我握手 虽然我知道他别有目的 但现在我没得选 果然我的手刚被握住 一股距离就从他的手上传来 接着他露出怪象 身上的气势更加强盛 只见他的右腿抬起 我立刻用罗顿托外套固定申请 下一刻 我的侧腰像是被炮弹轰重 而我只是亮腔了两个 哈姆脸上浮现出玩味的笑容 我弯下身有些吃力的说道 你和人打招呼的方式未免太过难了 他却不以为意 你就当时来这里的必经程序吧 文言我也有些不满 看你这架势分明是想杀了我 他表示为了留我一命 还特意调节了力量 而我只觉得一阵后怕 这还叫调节了力量 罗顿托装备都完全无效 看来没办法和他讲道 既然必经程序已经结束了 那我现在可以过去了吗 不想他直接说不能 我问是不是有什么事需要我去做 你尽管说 只要我能做到 听到这话他的态度变 你这家伙倒是挺爽快的 看来和其他帝国老不一样 那你现在开始学我说话 而且要自信且大声地喊出来 我有些无语 没想到这么简单 果然他的性格是最让人捉摸不透的 只见他大口吸气 大喊了一声 呼噜噜 拉灿塔 声音传得极远 而站在面前的我感觉耳膜快炸 还没等我恢复他就指过来 怎么样 能做到吧 我稍有迟疑 然后他表情阴沉道 如果你没听清 那我就再来一次 我连忙说不用 不过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你不用管 别像帝国老一样磨磨叽叽的 我却是无比坚决 如果连意思都不知道我才不好 他也不再抢求 反而转身带路 不管怎么说你都是第一次了 应该还不知道塔尔夏的伟大之处 文言我默默跟了上去 虽然第一次见面他就向我动手 但我本来就是来找他帮忙的 毕竟巴拉哈姆是塔尔夏 最伟大的战士之一 我早就想学习他 打破技能之行的方法 如果能打破技能之行 那以后就不是我的身体 随技能活动 而是我的身体运用并操纵技能 现在遇到他也算是不错的开始 不久后我跟他来到城墙上 他扶着一杆大炮 问我知不知道那是什么 这个我当然知道是魔力炮 他说这种武器在帝国 都只是处于研发阶段 在最后一场战争中 将帝国老们引到固制好阵子 接着他指向远方 你看到那个黑色的东西了吗 本来他没有这么大 结果我们想过去看 就被一群没见过的魔兽拦住 因为我们的状态不是很好 所以没有跟他们过多纠缠 那你知道那些怪物 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吗 我说不知道 但我怎么可能不知道 这时他已经将一块 不小的魔力石放进炮盘 然后猛地敲了一下大声道 就是从那团黑东西里蹦出来 你敢相信吗 而魔力炮已经开始蓄云 观众都不知道他做什么 连角度都不调整 然而魔力炮的炮弹 直接射向那个黑东西 那东西被直接贯穿 并燃起熊熊烈火 哈姆抱怨着 那个像大粪一样的东西 镜妄图毁灭伟大的塔尔夏 真让人无语 但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 这个该死的世界 一直反复灭亡 可每次灭亡后 我只剩下模糊的记忆 只能勉强意识到 这个世界的一切都在重演 文言的我沉默不语 十五层和第五层果然不同 这里的人会记得 每一次世界灭亡的结局 而世界灭亡的源头 就是他说的主之心脏 他在这里生根发芽 然后吸收周围 所有的生命力开出花朵 等他绽放时 就会不停吐出魔兽 给塔尔夏带来灭亡之灾 是个不折不扣的风 明知道自己处在 一个虚假的世界 经历过无数次死亡和重生 他还能大笑出声 可我依旧想要跟这个疯子 学习怎样成为战士 因为他不止疯癫 还很有实力 我这话惹得他一阵嘲笑 看来有人想让你受尽折磨呀 虽然有不少的旅客 都想让我教他们 但大部分的人 连一个小时都坚持不住 文言我神情变得严肃 所以你这是在拒绝我吗 他贪手摇头 说什么呢 我可不是那么狠心的人 听到这话观众们都不同意 因为他们都见识过 这个男人的冷血无情 这样吧 我给你派个任务 等你适应一下塔尔夏再回来 毕竟如果你上来 就跟我硬碰硬 估计活不了多久 我也提出心中的疑惑 如果塔尔夏再次灭亡 那你只会残存模糊的记忆 怎么保证下次还记得我 他示意我不用担心 这么特别的旅客 他没那么容易忘记 但如果你非要现在学 那也不是不行 看他这疯癫的表情我就锁了 那我就先接受任务 下次再来请教你 他也赞同我的选择 不过你好像已经接到任务了 听到这话我立马打开页面 果然第15层的任务立马弹出 任务是除掉种之心脏 在完成任务前 无法离开15层 如果没能在种之心脏开花前除掉它 塔尔夏将会灭亡 看到这个任务 我的脸色很不好看 我之前就想过管理者 会不会闹妖娃子 没想到他竟然这么疯 看这情况 如果无法完成任务 我也会随着塔尔夏一起灭亡 观众们都对管理者嗤之以鼻 也知道在15层 想要除掉种之心脏 根本不可能 我也清楚 就算15层的50个玩家 一起做这个任务 也不一定能对种之心脏 造成一点伤害 哈姆问我是不是出问题了 如果有需要可以告诉他 我却表示不用了 然后跟他说以后再来 而他也给我留了一个地点 让我去找他 最后我还跟他礼貌鞠躬 他有些诧异我的态度的改变 我一脸阴沉的走在街上 观众们在弹幕上 为我打抱不平 但骂管理者的观众 立马离开了直播间 这整个他们都不敢放开了 得到问我打算怎么办 我表示先去调查一下其他用户 如果他们也接到了这个任务 还能合作完成 这是一个男人猛冲出房间 然后跪在我身前苦苦哀求 救世主 求你救救我们吧 带我们离开这无限灭亡的苦海 而我转身就走 观众们说的没错 这都是万恶的管理者搞的鬼 为了让塔尔夏能正常运转 管理者给这里的人们 留下了一句寓言 那就是能拯救你们的旅行 早晚有一天会出现的 大多用户都知道 他就是打着神的旗号 让塔尔夏的居民 相信迟早有一天 能摆脱这无尽痛苦的加速 这样才不至于让他们精神崩溃 但对于用户们来说 塔尔夏只是爬塔过程中的一战 他们肯定也知道这个 但还是选择被蒙骗 对这种局面我也无能为力 当下还是先完成自己的试炼吧 不久之后 我终于来到用户聚集地 我上前叫住正在谈话的一男一女 他们开始还有些警戒 但知道我同为用户后就放下电位 接着就是正常的自我介绍 然后我问他们有没有收到什么任务 魔法师打开页面 显示的确实还没接到任务 见状我的心又凉了半截 男人问我要不要加一下好友 我心想如果能设法 让他们帮我消灭主治心脏也不错 但是因为加好友要知道对方的逆程 我想想还是晚点再加他们 因为金友才二这个名字 我还不想这么走抱 对于观众们的挑逗 我无动于衷 经过一番思索后 还是决定先找到哈姆 我在城楼却没找到他 但是看到了日落时最亮的地方 那也是他给我的地点 不久后我便到达楼下 没想到这建筑比我想象中还要高大 一条狗见到我就狂吠不止 可我依旧打开门 然后让他不要叫了 这时哈姆的声音响起 我还以为是谁来了 怎么样 你的问题都解决了吗 人在外是人见人怕的狂战士 回到家里鸟变大锁包 我也没想到堂堂塔尔下的战神 竟然是一只气管银 就在刚刚我找到哈姆家 还没开始说正是 他就邀请我进门吃饭 或于他的盛情邀请 我走进他的家门 里面跟我想象中不一样 完全是一个温馨家庭的布置 但我现在很纠结要不要脱鞋 总觉得穿着鞋子进去会良心不安 哈姆看出我的难处 让我直接进去 一位妇人立马热情地问候 欢迎你 你也是这次来塔尔下的旅客吗 见状我摘下帽子自我介绍 他也说他叫沙莱 我的丈夫还是第一次 邀请旅客来家里吃饭 没想到是个挺可爱的小伙 这话一出把我弄得有点尴尬 得到大佬立马问我在干嘛 其他观众也纷纷起哄 而这个家的主人则是杀气腾腾 你在干什么 还不赶紧坐下 沙莱将饭菜端上打破尴尬的局面 然而饭还没吃几口 沙莱就气势汹汹问塔姆 你打算在城楼上玩到什么时候 整天拉灿塔拉灿塔的喊 塔姆马上慌了 我也没想到他是个气管炎 接着他猛然起身拍我的肩膀 我看你也快吃完了 出去聊一聊吧 本来我想说没吃好 他就一溜烟跑了出去 我只好善善跟沙莱女士说我吃饱了 毕竟吃饭比不过实力变强重了 出去就见哈姆摸着狗头抱怨 要不是沙莱和这个小家伙 我早就变成疯子了 有这样的老婆是我的福气 说着他还得意大笑起来 可他的表情秒变严肃 不过你真的是旅客吗 我说当然 既然如此我想问问 在你们眼里我们是什么样的 明知道塔尔夏会灭亡 出威压朝我逼近 就这么简单 我目不斜是回答没错 却惹得他又是大笑 真搞不懂你在想什么 但看来你不是会花言巧语的家伙 我觉得你这样还挺不错 我有些受宠若惊 也说明自己现在处境艰难 必须马上成为战士 文言他坏笑起来 肯定是因为你的任务吧 那我们明天见 我劝你今晚先好好睡一觉 我有些诧异他为什么不问我原因 明天再说 你今晚就在这里睡了 眼看他走进楼房我待在原地 本来用户需要休息 就会去试炼支援的住宿设施 但现在我连修炼的时间都不够 更别提浪费时间来回了 第二天一早院子就响起大喊声 旅客 你想要什么样的力量 我揉着发胀的脑袋抱怨 你连洗漱和吃饭的时间都不给我吗 他倒是精神的狠 流完汗吃饭的时候才更香 听到他这话 我也明说想学习帝国的斧头术 毕竟斧头算是我最熟悉的武器 也是塔尔夏的战士最擅长的武器 文言他问道 听你这意思 你已经学习过帝国的技能了 我表示并没有 他却指着我的衣服 你那件衣服挺碍眼的 立刻脱掉 他也说这衣服有自我意识会保护着 穿着只会妨碍修炼 接着他在我身上捏来捏去 没想到你的身材这么好 肯定很受女孩子喜欢吧 我冷汗直冒说着不关他的事 见状他开始活动惊骨 那我们现在开始吧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还没玩得尽兴 说吧他就一拳打过来 我连忙侧身躲开 然后跟他拉开距离 开始前你好胆说一声吧 要动魔力抵挡 下一瞬腿部传出巨像 你不是说没学过技能吗 怎么还会使用自然之力 我却让他不要再逗我 而且你说这是训练 少废话 这次我要砸你的脑袋 眼看躲不开我举起手臂护住头 一股俱力从手上传来 我感觉像是被十吨重的锤子砸中一样 他又阴侧侧的笑 还没结束呢 我倒要看看你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接下来他每次攻击都会说出攻击的部位 而我也能挡下大部分攻击 但是他的力量真不是盖 一个小时下来 我的身上已经红一筷子一块了 这次我真的扛不住 直接扬倒在地面上 他走到我旁边莫名问道 你说没学过帝国的技能对吗 我大口喘气不知道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这时系统窗口自动弹出 技能已生成 塔尔下战斗数LV1 怎么样 你还满意吗 文言我欣慰一笑 感觉今天的打没白爱 看刚起床就揍我一万句 直到我全身红肿他才放过 并不是因为我喜欢受灭 而是这个壮汉揍我就能得到新技能 看着这个技能我欣然一笑 这种系统没有明确规定 但是为了方便区分 用户们把技能分成了两种 需要自行使用的叫做主动技能 而被动随时触发的叫做被动技能 一般来说只有经常使用主动技能 才能生成被动技能 而且主动技能级别要特别高 才有一线希望 对于用户来说 习得的被动技能越多越好 因为这种技能不用消耗魔力等资源 就能提高用户的战力 这次我真的是捡到宝了 哈姆此时也是一脸得意 看来我没有白忙活一场 听他的话感觉他之前也不是很确定 他连忙便捷 我以为你不想挨打了 所以才胡言乱语的 文言我更加确定 他之前也没有十足把握 但我依旧干尽十足的喊了 再来 说到我一个箭步往前冲 哈姆也是一惊 这家伙的速度和动作 丝毫不比他而下的战士逊子 竟然只是看了几次 就能模仿出我的动作 想着拳头已经到他面前 他轻松抬手挡下 接着叹了口气 看来只是气势比较小 攻击的动作还是很生疏 然而我的膝盖已经顶上去 他的身体微颤 我得意笑道 你刚刚叹气什么呢 说完我就感觉手上传来一股剧力 是我大意了 这么明显的招数竟然没有发现 我顿时后悔了 好像不该惹他的 其实我只是想看看这个技能好不好 但冲出去就改变了想法 因为身体轻盈的好像要飞起 我第一次体会到身体随心所动的感觉 所以才导致自信心爆炮 我弱弱的问他 现在可以放开我了吗 他的手上却是更用力了 如果你的面前是敌人 也要这样求他放开你吗 于是接下来我就是不停的挨走 攻击比之前来得更凶猛 他哈哈大笑 真爽啊 你觉得呢 我吐着苦水身体不停打颤 我觉得你是想杀了我 这时杀来女士的喊声传来 差不多得了 赶紧来吃早饭 我这才松了口气 小命总算是饱下了 但训练成果也是很显著的 他耳下战斗数已经升到二级 观众们都很诧异 他们没见过被动计能能提升这么快 这点我也清楚 哈姆的拳头虽然带有些私人情感 但他真的是一位好老师 我看着阴沉的天气感叹道 今天天气真好啊 然后一脸严肃地问观众 你们不吃饭吗 这些都是老观众 都知道我是想转移话题 然而我全当看不见 这是我看看一旁在喂狗的哈姆 想着三小只应该在包里正饿着肚子 哈姆突然提到我的任务 我觉得你之所以过来是因为你接到了任务 但有些奇怪 你的能力加上那件衣服 一般的任务应该难不倒你 我表示之前就说过了 一开始就是想跟他学习技能 但他一言道破了真相 以你现在的状态学起来还是有些吃力的 我猜是不是你的计划被打乱了 你是不想接那个任务 或者那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的神情也变得严肃 所以你想问什么 他突然指向远方 你要除掉的是那个吧 我说的对吗 我犹豫片刻 还是坦然承认下来 你觉得除掉那个东西是没有意义的做法吗 他却说每件事都有它的意义 在别人看起来毫无意义的事 可能对当事人无比重要 听他的话我沉默许久 然后出言问他 你能帮我吗 文言他回头一笑 那我们出发吧 这下反而是我有点猛了 去哪里 他指向种植心脏 当然是那里啊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待 是不是有点急了 我现在还没有学武器术 文言他撇过脸 你不愿意就算了 见状我只好答应下来 不过如果察觉到危险 我们要马上撤退 那是当然 我去收拾点东西就回来 在他进屋后我瘫坐在地上 如果我不去的话 他肯定会生气的 我把背包放下刚想摸摸狗头 波波衣们就冲了出来 他们恶狠狠瞪着哈姆的狗 我连忙将他们抱到远处 也跟狗子说了声抱歉 这时哈姆已经从房间走出 这些家伙为什么会和你在一起 我被吓得一击灵 说不知道怎么就这样了 文言他欲言又止 我只向一旁的小狗问他叫什么 哈姆说他叫库拉灿塔 平时我都叫他灿塔 我忍着笑说是个好名字 天空开始飘下雪花 我望向远处的种植心脏 无论如何 我必须除掉这祸害的根源 只是跟太阳战神徒手对练 就让偷看的两个老男人震惊 虽然我只是单方面挨走 而且巴拉哈姆也没有使用权力 但我的动作和战斗意识 像极了塔尔下的战士 凭我的实力当个百夫长也不畏 在我们吃了早餐想要出发时 偷看的那二人才走进来 为首的红毛礼帽跟哈姆行李 而哈姆一眼就知道 他是来看自己是不是疯了 毕竟这是他第一次招待旅客 然后将我介绍给他们认识 红毛也有些诧异 明明刚刚像战士一样战斗 换了件衣服就一副帝国人的模样 碍于哈姆的眼神警告 他才跟我自我介绍 哈姆说后面的小跟班是个大聪明看 论头脑只排在女王之后 他谦虚一阵然后跟我相互认识 但我觉得他好像不太聪明的样子 总是不怀好意地盯着我的伯伯一 这时哈姆拍手叫好 本来想多带几个人过去 刚好你们就过来了 听到是去种植心脏那里乐托有点慎重 但哈姆说只是去玩玩 这么一来他马上来进 不过我有个条件 接着他拿出斧子指向我 我要和这个旅客对练一场 至少要知道他的水平 才能互相配合不是吗 文言的我一脸兴奋 我很乐意奉陪 接着我又将伯伯衣们放下 免得将他们误伤 哈姆问我要不要穿着外套跟他拿 我说如果对方不介意的话就穿 乐托一头误水 哈姆也简单说明了一下 他的外套像活的一样 乐托有些不屑 只是因为这个您就开始担心我了 还有给他找件武器吧 我表示不用了 突然他一惊 好像听到了蛇土杏子的声音 但是没有蛇呀 等他抬头时 一把斧子已经出现在我手中 他更加不屑 你这是在模仿我们塔尔下的战士吗 我说这本就是我常用的武器 虽然他不说 但看到斧子的样式他还是质疑我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开打吧 说吧他两三步跃至我跟前 然后抡起斧子蓄力 看样子是没打算留守 只听见当的一声 我有些吃力的接下他的斧子 看来你能和战士长对练并不是讲迹 竟然能反应过来 我没有说话一记横扫将其逼退 立马乘胜追击 逼斧子挥空 他用他的斧子勾住我的斧 用力一扯我的斧子就脱手 我表情有些凝重 观众都想让我用魔力炮轰他一下 而乐托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 所以你就这点本身了 本来我不想用这招的 但没办法 他的身体猛得一致 想要挥动的斧子 已经被不知名的东西捆住 而这正是我的外套的能力 我一脸淡然地说 我们今天就练到这里吧 乐托很是不甘心 只不过是锁住我的武器而已 想着他猛然挣脱限制 脸上的表情愈发嚣张 我可不想在这里跟他一直对视 好在哈姆出来打圆场 对练到此为止 是旅客获胜了 你们没有意义吧 他这才说出认输的话 文言我将外套的能力解除 表示如果没有这件外套输的就是我 他语气不善地回应 输了就是输了 你这个赢家可以表现得在高兴你 其实我真的高兴不起来 要是没有罗顿托的力量 我真的打不过他 第二个原因就是 他想在哈姆面前奔现 所以有些得意忘形 很快我们四人就上路了 他们大包小包的 只有哈姆什么都不用拿 哈姆突然问我精灵们去哪里了 我说怕他们太显眼 所以装进包里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称呼波波一为精灵 观众们也不知道 人们只知道 他们是世界术的枝条断裂时出现的魔兽 但又不知道他们为何产生 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产生的 难道哈姆知道些什么吗 走出城墙 我们就向众之心脏的方向前进 我有些担心地回头 问凯伦用不用帮忙 他气喘吁吁地说不用 看着前面那两个人 我心里一阵唏嘘 果然跟上司一起旅游 真是婆受罪 明明凯伦连战士都不是 我刚想说休息一会再走 就看到哈姆先一步 示意停下 我抬眼望去顿时冷汗流出 是雪人 而且是数不清的雪人 哈姆顶住其中一只的脑海 雪人大喊 卢摆了 哈姆大喊 沙摆了